喂 叶总 你在哪儿啊 这次海上旅行 我有点事情要给你汇报一下 对 那个邮轮方案是我做的 这不是给我抢秘书位置的林不凡吗 哼 敢跟我争 我要你在夜市待不下去 你过奖了 叶总 您放心 我一定把他做好 林不凡 陆主任 叶总在哪儿呢 他好像在邮轮的贵宾室 帮我把这啤酒给他端过去 陆主任 叶总在这儿 叶总 原来您在这儿啊 哎 林不凡 哎 林不凡 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干我这衣服 不要穿出去见顾客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回忍啊 哎哎哎哎哎哎 哎臭东西你挖哪挖呢 你没事吧 叶总 哎哎哎哎 让我干 让我干什么 哎哎 叶总 哎哎哎 哎 哎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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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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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不凡 怎么过烧 灰子在动 叶总 害羞 啊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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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ologies 美 喜 bers 老 长 回 pec 钉 美 瑞 Everest 瓜 poker 小 这是哪里 我记得我们的船遭遇了海啸 流露了荒岛 这是什么 我现在用这个笔有什么用啊 这笔能画什么呀 雷 这真是画什么有什么呀 这是神笔呀 年轻人 我在这里等你五百年了 今日有缘分 终于等到了你 我把这支神笔赐给你 你就是神笔的继承人 你以后想画什么就有什么 今儿以后要记得行善 老童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我竟然捡到了一支神机笔 成了神机门的继承人 那这样的话 我流浪荒岛又怎么样 有了他 我什么也不怕了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叶总 叶总 哎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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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也和我一样 被冲上岸了 叶总 叶总 你醒醒 叶总 叶总 叶总可能枪水了 既然要行善既得 我得赶紧救人啊 叶总 为了救你 我就冒犯了 哎 你在做什么 你不犯 你在干什么 叶总 我是在救你啊 我绝对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 我呸 你什么在救我 你明明就是在占我便宜 赶紧给我滚 叶总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如果刚刚不是我救你 你现在身体都凉了 我 我不管 你就是占我便宜了 赶紧给我道歉 叶总 我救你是情善既得 叶总 我们遭遇了海啸 流落了荒岛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看看还有没有人活下来啊 了解 你没事啊 吓死我了 云云 太好了 云云 你们没事吧 叶总 能找到你太好了 这个岛里 就你们两个人吗 你是张欣欣 你不是那个大明星吗 你也在轮船上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云云 你没事吧 了解 我没事 看到你没事就好 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人 估计还有幸存者 咱们再走走 救命啊 救命啊 在那有幸存者 叶总 救命啊 我爱叶总 叶总 那不是办公室的路主任吗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坚持住啊 你们坚持住啊 来抓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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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主任來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小心 哎呀 這不是張家大公子張雲嗎 張家大公子 我要是能攀上張家大公子 豈不是攀上了榮華富貴 你們都認識我 沒錯 我就是張家大公子 哎呀 有張家大公子在這裡 我們絕對能出荒島 你們都別怕 有我張家大公子在 就算都流落荒島 我也會救你們出去的 哎哎哎哎哎 張少爺 葉董 有張家大公子在 北市張家 肯定會派自身飛機來救我們的 這天色不早了 我們趕緊找一個避難所吧 你算了什麼東西 這裡有你說話的份兒嗎 張大少 我好心提醒你 怎麼就不能說話了 我呸 林不凡 你個臭打打的 也配和張少說話嗎 來你跪下 給張少道歉 要不然你吃不了兜著兜 我沒有錯 我為什麼要道歉啊 什麼老 你口氣挺狂啊 我給你個機會 跪下給我道歉 等救援的到來 我會帶你一起走 否則 張雲 你真的向外界求救了嗎 那是當然 我的保鏢只要五分鐘見不到我 他就會發出求救信號 咱們很快就能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你都是我救上來的 這裡哪來的什麼保鏢 哪有什麼求救信號啊 你嚇了 你再說話信不信我踹死你啊 哎呀別吵了別吵了 張少你真的太厲害了 咱們終於不用在這個鬼地方再待下去了 是啊張少 如果我們真能出了荒島 我們唐家一定會好好謝謝你的 你們不用跟我客氣 我們家直升飛機的位置 大得很 足夠你倆做的 不過 某些人要是想做的話 可能就費點勁了 張少 就讓人人來之前你有什麼回覆 儘管說我批合用户 什麼都能幹 好說 張雲 等我出了這個荒島 葉家 請張家一個人情 白駱 你跟我還客氣什麼 那直升飛機的位置 就是給你留的 哎呀 你們再聊下去 這天都黑了 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找一個住的地方 再找點吃的 要不然 我們根本等不到救援人員到來啊 這裡全都是森林 會有狼出沒 會把你們吃了 李不凡 放什麼狗屁話的 這狼來了 也是先吃你 這張少和葉都還沒說話呢 有你說話的份嗎 林不凡 你一個鄉下來的鄉毛狼 你懂什麼 我的保鏢哥哥是野外生存的高手 用得著你指手畫腳 我雖然是鄉下來的 但是有我在 我不會讓你們出事的 放狗屁 我看有你才會出事的 好了 都別聊了 林不凡說的也沒錯 現在天色確實不倒了 我們要趕緊找食物 還有睡覺的地方 行 既然白露都說了 那我來安排一下 你們三去找點吃的 你不是挺能幹嗎 去找個避難所 林不凡 還愣著幹嘛 還不趕緊去找 這叢林這麼大 他自己去 會不會有危險呀 萬一這小媽老要是死了 那我們人就更少了 我説大明星 你操的心可真多 林不凡一個大男人 什麼事幹不了 咱們跟著去 那是累贅 林不凡 你說是不是 你一個人去 更方便吧 長少說的對 林不凡 他能耐大的呢 這麼多人 找個大者的地方 沒問題吧 是我一個人方便 一個人 就一個人 我有神機筆 找個避難所 有什麼難的 換一個不就得了 小木老 你最好去了 就別活著回來 這個地方不錯呀 找個避難所 有什麼難的 有了這神機筆 現在就畫個帳篷出來 我還是會出現 他不見了 沒問題 他會很適合 我還想找個避難所 太陽很快 我希望你 我們就不信任 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很快 我是 我 如果你 這個帳目不錯呀 要是再畫個飛機 我不就能出去了嗎 開哎 怎麼沒有啊 難道是我功力不夠 可能是我功力不夠吧 再畫個帳篷吧 你們別擔心 等我的保鏢來了 咱們什麼東西都有了 長壽 長壽我可是看到你了長壽 你怎麼弄成這樣 其他保鏢呢 長壽啊其他人都被狼吃了 幸虧我跑得快 要不然你都見不到我了長壽 廢啊我養你們有什麼用 哎白露啊你幹什麼去啊 還得靠自己啊 我去找點吃的 哎 白露白露來來來來 你是吉天王主才 康小姐是富家千金 張欣欣 是無止不沾陽天的大明星 你們三個細皮內肉的 怎麼能讓你們去找吃的 你們就好好坐著 本壽給你們找吃的去 走 哎 長壽 我也去 表姐我快渴死了 我們去找點水喝吧 咱們去找水 畢竟大家都挺辛苦也不容易 咱們去去 什麼那我也去 哎葉總 你們去哪裡找東西了 這磷子太大了 我們走了一圈 什麼沒找到 啊 哎 大小姐們 這狼在哪呢 你們可把我勒死了 臭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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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小姐們 是你們先抱著我呀 我們幫你你也不能幫呀 這里好可怕呀 我不去找水了 你們自己去吧 張欣欣 你自己可不能亂跑 表姐 這裡有狼 我們可不能亂跑呀 咱們趕緊走吧 等狼來了就跑不了了 哎 有我在 我不會讓你們出事的 我在那邊找了一個帳篷 我帶你們過去吧 真的假的林伯凡 真的 林伯凡 你腦子進水了吧 這荒郊野外的哪來的帳篷啊 就是 別想騙我們三個女孩子 真的我沒有騙你 就在那邊 你們不信的話 我帶你們去看看 我張欣欣可的大明星 你可別想對我動什麼威心思 對 我唐家的千金 唐媛媛也不是好騙的 你們幾個身材是不錯 長得也挺漂亮 可是我林伯凡 不是那樣的人啊 我 林伯凡 你夠了 我不管你有什麼壞心思 把你的花花腸子收起來 不要有什麼非非之想 我告訴你 要不然 等回了北市 立馬都滾出我的公司 我林伯凡從來不說謊 更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要不然這樣 我在這裡等著 你們自己過去看 那邊吵這麼多 我們也不敢啊 哎 葉總 你們怎麼在這 保鏢 你來的正好 你快帶我們去看看 那邊有沒有帳篷 好嘞葉總 跟我走 走 葉總你們看 我沒騙你吧 真的有帳篷 哇哇 表姐 這裡真的有住的地方 還這麼新呢 這是怎麼回事啊 明明我之前剛剛走過這裡 怎麼突然冒出帳篷來了 你 你確定嗎 你沒看光眼吧 葉總 我很確定 這裡啊什麼都沒有 這個帳篷 突然冒出來的 那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也對呀 這裡是荒島 怎麼會有帳篷呢 葉總 我想 肯定是以前有人流落荒島 他們留下 哦 啊 媽呀 師父 太小姐 你從我身上下來吧 師父 你這麼便宜啊 是你爬上來的 我呸 明明是你令我這麼近 想對我通謀不軌 保鏢你嚇喊什麼呀 不好意思 太小姐 我以為我摸到蛇了 好了圓圓先別吵了 咱們先進帳篷吧 讓開 哎 這帳篷是真的 我還以為是髒東西變的呢 嚇死我了 林不凡先去把張雲他們叫過來吧 好 天啊 這帳篷 卻有帳篷 太給力了吧 張雲 我正嘴邊讓林不凡去找你們呢 這帳篷呀 是林不凡找到的 現在已經收拾乾淨了 你可以進去看看 林不凡找到了 這麼好的公司運嗎 不過這晚上肯定了啊 哎 你去找點柴火 晚上送火 我一個人去找柴火不跑吧 這帳篷 是我找到的 這找柴火的事 應該是你們的吧 林不凡 你說什麼呢 讓你去你就去 林不凡 讓你去你就去 別給臉灰要臉 拿那麼多事 你們讓我去 我偏不去 臭小子 你敢維抗我的命令 黃標 我往死裡拿好多贓 哎 彪彪 咱們流洛荒的 本來就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扶持 怎麼能夠窩裡鬥呢 白陸 你替他求情 那就算了 但這個香茅老 最好現在立馬去撿柴火 否則 待會兒別想進屋 我找到的帳篷 憑什麼我不能進 什麼叫你找到的帳篷 這帳篷就算你不找到 我們也能找到 你只不過是提前一步而已 香茅老 我和張嫂找到了幾條死魚 要你去找柴火 你要是不去 今天別想吃東西 好了 大家都別吵了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這樣 林不凡 我陪你一起去找柴火 哎 白陸 你可是公司的總裁 怎麼能跟他一起去呢 葉總 你好好休息吧 找柴簡單 我很快 只能找一大堆的 林不凡 你小心一點 這馬 敢無憂 保鏢 找個機會 他給我做 好多重手 哎大美女 咱今天吃烤魚 來來來來 你還活我還活啊 哎 哎 哎 多虧有這神奇筆 要不然我上哪兒找柴去啊 不過 這神奇筆畫出的魚蝦 都是死的 也不知道能吃不能吃 我還是去找點吧 是張雲讓你來的 你 你這小胳膊小腿的 伸手居然這麼好 我可沒那麼好欺負 你回去告訴張雲 最好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否則的話 我對他不會客氣的 你給我等著 我吃 你廢物 你堂堂的一個綁鏢 你連一個洛基小秘書都打不過 我腰有什麼用 對不起張少 那個林不凡 他伸手不凡 我意識不慎 才讓他溜了 他實在是可惡 居然敢警告你 他實在是太囂張了張少 什麼 這個林不凡 都他媽流落荒島了 還這麼囂張 等著吧 他得意不了幾十了 張少 你已經想好辦法 對付他了嗎 他林不凡再能幹得怎麼樣 今晚所有的人都會住房子裡 而房子是咱們的 誰會站他那一頭 我告訴你 今晚所有的吃辣 都能給他吃一口 張少 您真有秒 起來吧 我去給白鹿烤魚了 你在外面守著 發現任何可疑的情況 都要給我揮報 好的張少 張雲 林不凡怎麼還不回來 這魚都烤熟了 可以吃了 你管他幹啥 你剛剛不也聽到狼叫了嗎 說不定 他被狼叼走了 哈哈哈哈哈 張雲 不好意思 讓你失望了 我 活得好好的 這次算你走運 下次 你就看沒那麼運氣好了 是嗎 那我等著 行了李不凡 回來就趕緊吃飯吧 這魚都烤熟了 表姐 這是最後一條魚了 你趕緊吃了吧 什麼 這是最後一條魚 這吃了怎麼這麼少 白鹿 你看 我這還有一條 幸好 我烤熟好了給你留著 要不然 都被他們吃了了 他們幾個大男人 出去找了這麼久 就找了這麼幾條魚 真是 張大明星 你可看好了 這是荒島 能找這麼點吃的 就不錯了 可是林不凡 他還什麼沒有吃 張雲 就一點吃的都沒有了嗎 白鹿 你看 我們 都只有這麼一條魚 都不夠填毛肚子 哪還有空氣給他吃 我辛苦了那麼久 就沒給我留口吃的嗎 誰讓你來這麼晚呢 要吃的 自己找去 林不凡 要吃的你去找去 我們身子都不夠 憑什麼給你啊 憑什麼給我 就憑這些房子 這些柴 都是我找的 真香 小毛老 你不過想起來的一條野狗 伺候大家是你的福氣 你想怎麼著 沒有我 今天晚上你們會流落紅倒 小毛老 你就別往臉上貼金了 沒了你 我們只會活得更好 你就是一條賤命 你就算餓死了 那也是你的命 張手說得對 餓一頓 還能怎麼著呀 你趕緊鬼的圓一著 別影響我們心情 真是欺人太甚 有有有 小毛老 他還想動手啊 哈 想打我是吧 來來來來來 你動我一個手指的試試 來來來 超羽 你以為我不敢嗎 李不凡 張手 可是張家的大少爺 動動一個小手指 也能黏刺你 實相著 趕緊跟少爺道歉 小毛老 聽到了沒有 趕緊跪下 有客十個想通 上我給你客頭 做夢 你臉不要臉是吧 滾打 張宇 這次就算了吧 李不凡他也不是護意的 裴露 你就是心太軟 像他這就破皮不來 你打他一對他就老實了 我們大家流落荒島 難得活下來 遇到一起就是緣分 打打殺殺的多暴力呀 哎呀 你們吵來吵去的煩死了 李不凡 今天確實早就吃到有點少 我們大家也就嚐了個味而已 現在天還早 要不你再去早點 這附近能找到什麼吃的 林不凡 要不然我把我的魚給你吧 不行 表姐 你有胃病不能挨餓 小毛老 你這麼能幹自己找吃的去吧 沒關係 我現在還不餓 沒事 葉董 你自己吃吧 我有吃的 得了吧小毛老 就你這狗樣子 你能找到什麼吃的 張遠 我要是能夠找到吃的怎麼辦 要不這樣 我們打個賭 聽到沒有 給我張大嫂打賭 好 你說怎麼賭 張嫂 等等 想想人 都拿那些草 當寶貝 說不定 林不凡找到的 就是那些草 他這是讓你上當的 好啊 你居然給我打馬虎眼 我差點上當 你給我玩了 我沒有 你逼你吧 我當時沒看出來啊 還是個吃草的處長 來來來來 我腳下的這塊草呢 來來來 吃啊 吃啊 林不凡 張嫂對你多好啊 親自給你加工的草 趕緊吃吧 吃啊 本上就親自用腳給你加工 食物 這是你的容器 吃啊 吃啊 張雲 你太過分了 過分又怎麼樣 我告訴你林不凡 你今天要不跪下吃掉他 你就別想住進房子了 張雲 你這可有些過了 來囉 這沒你什麼事 這鄉媽老三番五次的不把我放到眼裡 我今天要不叫勻叫勻他 他都不知道馬王爺舉著眼 葉總 你就別多說話了 張少 還有個保鏢 萬一一生氣 不讓我們住進房子裡 那可就麻煩了 表姐 我們好不容易有了房子 我可不想再住在外面 林不凡 你趕緊給張少道歉吧 對呀 林不凡 你趕緊給張雲道歉呀 你自己不能住房子就算了 你可別連累我們呀 你放心 我不會連累你們的 張雲 既然是打賭 我肯定不會用草來敷衍你 你們今天吃的是魚是吧 好 那我們就用魚來賭 賭魚 我有什麼不敢的 我們剛剛吃了五條魚 你要想贏的話 你拿出來十條才行 你要是輸的話 你要立馬下跪 並且不能住進房子裡 大雲 這天都已經黑了 十條魚是不是太多了 也就十條魚而已 你算是 小風老 你好大的口氣呀 既然你這麼有信心 我給你一小時 怎麼樣 一小時 十條魚 估計他一條魚都找不到 唐小姐 一個小時時間 已經海潮了 林不凡 不是海能干嗎 應該沒問題 林不凡 是不是 好 一個小時就一個小時 但是如果我帶回來十條魚 你輸了 怎麼說 我章魚會輸 如果你贏了 我就跟你道歉 好 記住你說過的話 在場的 都是人證 你放心 我章魚說話算話 小馬老 還不快去找 你現在只有 59分59秒了 不著急 我先把柴火收拾好 林不凡 這財火我來收拾 你趕緊去呀 是啊 林不凡 你再不趕緊去 今晚只能睡外面了 林不凡 你這不就是 直接認輸了嗎 既然這樣 還不趕緊跪一下 我都不著急 你著什麼急呀 你等著瞧 行吧 你牛逼什麼 我倒是來看看 你待會兒是怎麼求饶的 行了 天也不早了 我們趕緊去休息吧 表姐 我身上好癢 我想去河邊洗洗澡 對呀 對呀 我也想去 好 走吧 咱們去海邊 葉白露長得絕色冷艳 唐雲雲嬌貝漂亮 張欣欣美艳動人 都長這麼好看 這要都是我的女人 還有多好 張少 這流落荒島 難得有三個美女相伴 而且 還一起去洗澡 你不去飽飽演活 你你胡說什麼呢 我張少是 是那樣的人嗎 哎呀 我說錯話了 我說錯話了 這張少 是人中龍鳳 不過 就應該左擁右抱 這葉龍和唐小姐 要想在這荒島上生存下去 就得仰仗您 哎呀 他就該是您的女人 哦 你也這麼覺得 是的 張少 你去看看自己的女人 有什麼錯嗎 你小子 你小子不做 等我回到北市 重重有賞 你們 要好好看著啊 我也去洗個澡 張少 你慢點 哎 哎 啊 多虧了神奇筆 讓我花出了漁網 要不然 還真抓不到那麼多魚 就在這裡吧 咱們就在這兒洗 葉總 在這裡洗 不會有人偷看吧 這裡可是荒島 這裡除了我們 還會用誰呀 那行吧 那我們就湊合著洗吧 這個張欣欣和葉白露的 衣服肯定很小 等他們脫完 我就脫過來 張雲這是幹嘛呢 這個張雲 竟然敢偷看葉總洗澡 真是瞎做 不行 我不能讓他打場 張雲 這這這 該死的黎木凡 怎麼是你啊 不好 有人偷看 趕緊上岸 誰 是我 哪個我爸在偷看我們洗澡 趕緊滾過來 張雲 是你啊 你偷看我們洗澡 我我我我沒有 是是是他 是他偷看的 什麼 竟然是你 鄉巴佬 你竟然偷看我們洗澡 你要死啊 臭男人 不是我 是我看到張雲 躲在石頭後面偷看的 哎 不小鄉巴佬 你怎麼別胡說 我明明就是看到你 在這偷看的 你沒說 到底是你們誰在偷看 白露 就在這個鄉巴佬在偷看 被我發現了 居然還誣陷我 葉總 我可沒有偷看呀 我在捉魚 哪個誰偷看啊 我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張雲 在這裡偷看 你放屁 葉總 你別讓林不凡給騙了 我給張手過證 我們剛來 是是林不凡看的 好啊 你可想爆了 有膽子偷看 沒膽子承認是吧 趕緊跟我們道歉 林不凡 我本來以為你的人品還行 沒想到你是這種人 你太讓我失望了 葉總 我救活你 我是什麼樣的人 你最清楚啊 閉嘴 你當初到底是為了救我 還是想賺我便宜 你心裡最清楚 白駱 他就是卑鄙小的 敢說不敢鬧 我最透明這種人 讓我來救救人啊 我真沒有偷看呀 我去抓魚了 你看 這是我抓的魚啊 我們的約定是 十條魚 這才多長時間 你能抓到這麼多魚 你非明是找藉口 來偷看他們洗澡 你 林不凡 你就趕緊承認 給葉總道歉 要不然回了公司 你的飯碗也不飽 沒有偷看 林不凡 我們還沒開始洗 你就算是偷看 也沒有看到什麼 你要是個男人 就承認了吧 林不凡 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到底承不承認 不承認 我沒有偷看 偷看呢 張雲 你放你娘的狗屁 還能把嘴硬是吧 別不教訓教育你 就你 還想教訓我 你放開我小馬老 你放開我 小馬老 你放開我 你那娘的愣著幹啥 快上啊 林不凡 你放開大手 後面 幹他 我沒事 你上 該死的林不凡 你偷襲我 就你們這個小丑 還想對付我 腦主一個 該死的小馬老 你居然嚇死手 你弄弄我好痛啊 你們誰不服氣 可以再來 住手 林不凡 你就放著他們吧 不以後再打了 葉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是他們先動手的 林不凡 你把我胳膊都吃了 我要是有事 張家不會放過你的 張雲 我現在把你那條胳膊也弄捨他 林不凡 你趕緊放了張雲 你還想不想說話的 林不凡 你得罪了張雲 會連累我們的 你趕緊放了他 張雲誣陷我 這件事 必須要有一個說法 張雲 如果你不還我清白 我牛斷你的脖子 我說 我說 林不凡他 他沒有偷看 是我誣陷他的 既然不是我 那偷看的人是誰 是我 是我 行了吧 是你行了吧 什麼叫是你行了吧 明明就是你偷看的 林不凡夠了 當著大家的面 你還想去打成招嗎 趕緊把張雲放了 葉總 你怎麼就不相信我呢 大家都知道誰是小人 你說的話 沒人信 馬老 想讓我表姐相信你的話 拿出證據來啊 證據 這就是證據 這就能證明 剛剛打雲回來 哇 好多魚啊 這裡面得有多少條魚啊 不多不少 正好十條 哇呢 這個荒島 連個工具都沒有 你怎麼釣了這麼多魚的 小馬老真的釣了十條魚 真的是十條 林不凡 什麼工具都沒有 你怎麼做到的 別管我怎麼做到的 這 能證明我的清白了吧 這麼多魚 我哪有時間偷看啊 這麼短的時間內抓了這麼多魚 他根本沒有時間偷看我們呀 我也這麼覺得 葉總 我們好像誤會他了 林不凡 一眼你沒有偷看 那偷看我們洗澡的人是誰 小魚 你就去哪兒了 你幹什麼 天那麼晚了 我們回去休息了 你放開我 剛原 是你自己承認 不看葉總洗澡 還是讓我幫你說好 我說我說我說 你看 這裡是荒島 我看北魯他們遇到什麼危險 我這才留在這裡保護他們的 林不凡 你是不是活膩了 張少 可是張家的大少爺 身免美女無數 還有必要偷看嗎 這件事情的受害者是葉總 葉總如果不追究了 放 白魯 你替我說說話 讓他放了我 張宇 你到底有沒有偷看 我我我 真沒有 表姐 畢竟咱們都流落了荒島 要不這次就算了吧 林不凡 你放著張宇 吧 這次謝謝你 還有不顧歸你了 很抱歉 沒事 我也不是那種小心眼的人 只要道了歉 就算 好 官司大吉了 那我走了 站著 你還想幹什麼 張宇 你難道忘了 我們的賭約了嗎 什麼賭約 我忘了 張宇 你不是和林不凡打賭 說只要他能抓到十條魚 就算他贏嗎 什麼 我都記得 你就忘了 張宇 有那麼多人見證 你不會忘了吧 不會 但是 你得說 你這些魚 是怎麼抓到的 對呀對呀 說起這個我就好奇了 這可是十條魚啊 林不凡 你是怎麼抓到的 我運氣好 撿到了海裡飄來的魚網和魚籠 裡面正好有幾條魚 我就撒了一次網 正好 湊夠了十條 你這狗屎約 走得也太好了吧 沒錯 就是我運氣好 張宇 現在 你該履行賭約了吧 是啊 張宇 剛剛我們都沒吃飽呢 你趕緊道歉 道完歉 我們去烤魚吃 好 抱歉 行了吧 你這個道歉 不成心啊 誰他媽規定 道歉一定要成心啊 反正我倒完歉了 你還想怎麼倒 張宇 你這個臉皮 真夠厚的 行了 都別醜了 這時間也不早了 趕緊把魚收拾乾淨 去烤魚 吃完好早點休息 走吧 你說餓了那個魚碗呢 你說餓了那個魚碗呢 放了什麼啊 你問這個幹什麼呀 哎 這魚碗可是好東西 你可一定要放好了 哎 你放心吧 我放在大石頭後面了 有穴的時候 我給你了 保證 有什麼磅覆張宵 你剛剛聽到了沒有 林不凡把魚碗放到一顆大石頭後面 你把它找出來 這魚碗 就是咱的了 好了張宇我現在就去 林不凡 這回算你運氣好 下次你就沒那麼走運了 是嗎 那我們拭目以待 了解 這次真的吃飽了 就這兩個帳篷 我們三女四男怎麼分啊 還怎麼分呀 當然是我們三個住大的 他們住小的呢 我可不喜歡住小房間 那行 那咱們三個住大的 你們四個就擠那個小的吧 好 就這麼定了 走 咱們也要休息 來 張宇 你們這什麼意思呀 什麼意思 你個小王老滿身臭汗 我才不要給你一個房間 滾 黎不凡 張宇 張宇 可是張宇集團的大少爺 他不喜歡 和太多人住一起 所以 你就不能跟我們住一起 現在就這麼一間房 你不讓我住進去 那你讓我住哪裡 你不是鄉邦老嗎 我聽說你們鄉下人 都喜歡睡地上 這樣 我睡覺的時候 你就在門口 哎 給我當看門狗 只要把這個門給我看好了 我會發慈悲 那你進來睡一會兒 什麼 你把我當看門狗 李不凡 你一個鄉邦老 讓你當個看門狗 是看得及你 你要是不聽話 我們就是不要你進去 到時候 你在外面有什麼危險 我們可不管你 那可是我找的房子 我能不能進屋 還要徵從你們的意見 張宇 你可別忘了 我們的賭約裏 我賭輸了 才不能進屋 難道 你想出耳反耳 我就想出耳反耳 我就想不認賬 怎麼說 好 那你就別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你還想打人是怎麼著 你要不乖乖當狗 別怪我們也對你不客氣 李不凡 實際上的 趕緊給張少低仇也錯 要不然 你連這看門狗的機會都沒有 小馬老 你如果還想睡裡面 還想離開這個荒島 就趕緊聽話 你休想 既然你出耳反耳 那我就看看 誰的拳頭更硬 住手 你沒在幹什麼 表姐 我都聽到了 張雲不讓李不凡進屋睡覺 還讓他在門口睡地上呢 白露 我張雲吃的喝的住的都是最好的 讓我跟他住一起 我讓他在門口看門 已經是很不錯了 可是這房子 都是李不凡找到的 你們這樣做也太過費了 是啊張雲 這都在荒島了 你就不能將就一下嗎 唐小姐 我們張少 已經很將就了 要是你們三個人 賺了這麼大一個賬號 要不然 我們和你們換一下賬戶嗎 不行 我可是大明星 本來跟你們兩個擠在一起就夠憋屈的了 還要換個小賬號 我不接受 都流落荒島了 還擺什麼大明星的架子 你要不建議 咱倆一塊睡啊 你說什麼呢 臭流氓 臭流氓 你們三個女的 我們四個男的 在這荒島上 能發生什麼事 誰也不知道啊 張雲 你胡說什麼 我有胡說嗎 你們三個 誰才可真好 張雲 你真胡子 葉總 你們不用擔心 這裡有我呢 你們住進去吧 我在門口 這他媽有你什麼事 葉總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張雲 你別看這裡是荒島 你死不了壞 香茅兒老 我看你是敬酒 不吃吃罰酒啊 不幹了 大哥 有話好不好說 不要動手 白露 不可能 這香茅兒老女一次不給我面子 這回我不會放過他 上 想教訓我 也得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動手 合同啊 救我 你廢物 連香茅兒老女子打不過 讓你有什麼用 哈哈 張雲 你還想和張晴晴 一起 如果不服氣的話 可以過來問 香茅兒老 你別得意 房間我不住了 讓你了 讓你跟著娘們在一塊兒 不行啊張手 你不能認輸 你個廢話 你個閉嘴吧 今天 你倆我跟著門 不就進我床間 哎 不行啊張手 我去 我們趕不進屋 別管他們了 你不煩 要不然你就睡在我們門口吧 你怎麼能不能睡咱們門口呢 怕一個大男人 萬一晚上 不會 我相信你不煩 好了睡吧 我 張手 張手 你他媽鬼叫什麼 老子在插魚 你看不到嗎 哎呀張手 你別生氣 你看 我把魚網給拿來了 這兒 離不乏沒了魚網 我們明天不給他吃的 一步 他對你的不敬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有了魚網 就相當於有了源源不斷的食物 這樣 不只林不凡 其他人 都得養到我 哈哈哈哈 張手 有了魚網 我們就有了吃的 這樣 夜晚也會向你投還送貌 哈哈哈哈 喂 小大老 你又要去抓魚嗎 我去看看 有沒有新鮮的海貨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走吧 什麼老 又去抓魚啊 你連魚網都沒有 你抓什麼魚 你看 本上也有 到時候 咱就看誰抓的魚多 張元 你哪來的魚網啊 這是我們撿來的 什麼撿來的 明明就是偷的我的魚網 你不問 這是我們簡單的魚網 就是我們的 偷別人的東西 你們真是無恥啊 哎 不是小毛老 你說話給我注意點啊 你信不信我衝你 你不問 你敢污衊張手 趕緊的給張手道歉 道歉 你們偷了我的東西 還讓我道歉 你們腦子進水了吧 小毛老 你說話給我注意點啊 信不信我打死你 張手 時間不走了 咱又抓魚了 抓到了魚 咱不給他吃 餓死他 小毛老 要不是我今天沒時間 我肯定不會欺負你 不過 你要是跪下給我磕頭的話 或許我心情好了 會傷你一口吃的 李不凡 沒了魚網 抓不到吃的 我勸你 還是跪下來 磕頭認錯 要不然到時候餓死 我們也不管你 我不稀罕 魚網 你拿走就拿走吧 沒有魚網 他照樣能夠捉到魚 小毛老 今天還挺好 我等著你來求我 小毛老 魚網都沒了 我去找我姐了 有神機比在手 要多少魚網 就有多少魚網 還怕你偷我 小毛老 了姐 我們都出來這麼久了 什麼吃的都沒找到 這可怎麼辦啊 葉總 我們現在又累又餓 再這樣下去 就我們會被餓死的 你快想想辦法呀 你們 你們再忍一忍 說不定靈不凡 能找到食物 小毛老 他的魚網都被張雲給拿走了 說不準 張雲能帶回來食物呢 哈哈哈哈 看來 抓多少魚 哇 哎 哈哈哈 好多魚啊 張少你可太厲害了 找了這麼多吃的 不像我們 出來這麼久 一口吃了都沒找到 什麼 你們 一點東西沒找到 那裡有狼 不能去 我們只去了海邊 不過 沒有等到吃的 但是 找到了這麼多淡水 張少 幸虧你今天找了這麼多吃的 不然我們就斷糧了 我們都快餓死了 趕快把魚拿出來烤了吃了吧 哎 等會兒 雖然抓了不少魚 但也不能一個魚吃完 就是張少 這 你留一半 萬一明天抓不到魚怎麼辦 明天吃啊留著 張少 那如果留一半的話 我們只能嘗它味 根本吃不飽呀 誰說給你們吃了 我們藉口抓的魚 我們要吃飽 給你們吃了我們吃什麼 張雲 你們說這話 是什麼意思啊 張雲 你不會想吃毒食 一點兒都不分給我們吧 雲雲 謝謝 你們別急嘛 我可沒說 一點兒不分給你們 但是你們看 你們一點東西沒找到 這魚 全是我們找的 這 白給你們 不大合適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到底怎麼樣才能給我們吃的 親愛的白露 其實你這麼聰明 難道 還猜不出來我的意思嗎 很簡單 只要你們 陪我睡一覺 嘿嘿嘿 這些東西隨你們吃吃個把 什麼 張雲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張雲 做你的春秋大夢吧 一堆吃的就想讓我們陪你睡覺 我可是大明星 你讓我餵了一口吃的 跟你睡覺 你還真敢想啊你 行 既然你們 這麼不吃好歹 那你們自己找吃的去 我說葉總 那這鳥不拉屎的荒島 你們不吃東西 能等到救援的到來嗎 你們一個個的都是弱女子 張少月也養你們 你們應該敢 想在這個荒島上活下去 欣欣 元元 白露 你們只能依靠我 否則 你們只能等死 不呸 張雲我告訴你 我們就算餓死 我不會答應你的無力要求 張雲 趁人之危 你真噁心 好 我噁心是吧 既然你們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我也沒必要 跟你們玩你親我怨的戲碼 我不要幫了他們 等我吵了天堂 也給你們 吵吵鮮 謝謝張少 張雲 你瘋了嗎 你要是敢斷我們一根手指頭 怎麼出來才慌到 你想想 你們張家 能承受得了葉家 和唐家 對你們的報復嗎 就是張雲 告訴你 你們張氏在北市再怎麼織首這天 也不能同時對抗我們唐氏和葉氏 對 我可是大明星 你們要敢動手 我公司給你們不死不休 我好怕哦 等我睡了你們 你們要是敢對張家和我不利 我就把你們陪睡的事 到處宣揚 哼 我勸你們 還是乖乖的聰了我 否則 沒你們的好果子吃 張雲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既然你們不乖乖聽話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把揚 把揚他們 走 住手 張雲 你想幹什麼 這個廢物怎麼回來了 葉總 林伯凡 你總算回來了 張雲他仗著他有食物 想讓我們陪睡 我們都不同意 他就想強來 什麼 張雲 別以為真的是荒道 那就可以為所為為 香馬老 我勸你少管閒事 我要是偏要管呢 把招死 張雙 張雙 我沒打不過李伯凡 要不 我沒拉攏他 要是要他壞了你的好事 那就不好了 林伯凡 我看你兩手空空 一定是沒找到什麼吃的吧 這樣 你當我的小弟 給我吃上的喝辣 包括他們 這麼玩玩 你也可以嘗嘗些 張雲 卑鄙無犬 林伯凡 張雲一直看不上你 還屢自陷害你 你千萬不要聽他的話 你要是真聽了他的話 我告訴你 你的下場也會很慘的 林伯凡 只要你幫我們 等出了這荒島 我給你升職加息 林伯凡 你會幫我們的吧 只要你能幫我們 我什麼都滿足你 我很有錢的 林伯凡 只要你跟了我 不僅能吃這樣的喝辣的 還能左右右抱 等出了後腦 你來張氏 我給你升職加息 林伯凡 你看張少 多有誠意啊 這三個 可是絕世大美女 你趕緊答應了吧 要是過了這個村 就沒這個地兒了 不用 這種事 不需要考慮 林伯凡 你不會是想答應張雲吧 這還用問嗎 你看這個香巴佬這個樣子 一看何張雲就是一路貨色 林伯凡 沒想到你也是這種人 你太讓我失望了 不是 說過 有我在 我是不會讓你們出事的 這次 林伯凡 你這次戰隊很失趣嗎 我保證 你跟了我之後 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李伯凡 既然你答應張少了 趕緊幫我們 把他們逮住吧 等等 我答應你們了嗎 像你們這種小人 休想讓我和你們同流合污 像吧 林伯凡 你別碰失台卷 林伯凡 你瘋了吧 你已經答應張少了 等待你的 可是榮荒富貴 我不稀罕 今天有我在 我看你們誰敢動他們 林伯凡 是我錯怪你了 林伯凡 你真帥 林伯凡 你的選擇沒有錯 等我們回了城市 我們一定會好好感謝你的 不用 我說了 我在 你們不會出事的 都這麼給我閉嘴 小茅老 我跟你臉了是吧 好 你敢壞我的好事 別怪我 對你不客氣 我沒有 你倆給我弄死他 好 我 不自量力 就你們這種鬧腫的樣子 還敢作惡 該死了 小茅老 給你拼了 就你這窩囊樣 還跟我拼 你配嗎 他他他他他 放 放開 你他媽窩囊肺 我放 我收斷了 你這個窩囊肺啊 啊 不放 不放 放開放開 放你也行 但是你還敢觸予 葉總他們嗎 不敢 不敢了不敢 我收快斷了 你放給我啊 你總是出爾反了 你的話 根本不信 今天 廢了你一隻手 啊 張手 好好好 改死了 李木凡 你他媽乾廢我的手 你等著你死定了 看來 還是死性不改呀 廢了你另外一隻手 別別別別 我我改了 我改了 知道悔改了 如果你知道錯的話 趕緊給葉總道歉 葉小姐 龐小姐 張小姐 我給你們道歉 我今天 不該起喚醒 你們快求求林木凡 放我吧 葉總 張少的背後 可是張氏集團 張少要是出了事 張家 不會善罷甘休啊 了解 這傢伙說的也有道理 剛才林木凡已經教訓過他 費了他的手 不給我們躺活了公道 我一事不如少一事 要不就放了張雲吧 是啊是啊 你們背後都有家族 你們不怕 我只是個明星 我可得意不起他 既然張雲 都已經道歉了 這次就算了吧 林不凡 放了張雲吧 經過這次教訓 他應該不敢再動心死了 對對對 我已經深刻反省知錯了 下次 絕對不會再放了 既然葉總 都原諒了他 那這次就算了 不過張雲 如果下次再有這樣的話 一定不會放我 我們走 等等 我們不能就這麼走了 除了道歉 還得給我們賠禮 對對對 今天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找到 你得給我們魚 張雲 我們也不會要你抓的全部的魚 但至少要給我們一半 這不過分吧 不行 我已經道歉了 道歉 這手也被你們廢了 還想要我的魚 想吃自己抓 就是 林不凡 不是還能幹嗎 肯定能找到吃的 想吃 找他要去 那你們就把 偷了林不凡的魚網還給我們 我們什麼時候偷你魚網了 這是我們撿的 就是我們的 草小姐 這魚網 還沒寫林不凡的名字 林不凡不是運氣還好嗎 小耀 再要他給你撿一個 這魚網是沒寫我的名字 但是你們不把魚網交給我修補 過不了多久 它就會爛成一團 根本網不到魚 到時候 我看你們還能得以多久 這魚網是神奇筆在沙子上畫 所以魚網很快就可思小不能用 必須要神奇筆才能修補 哈哈哈哈 什麼啦 你說什麼胡話呢 這魚網這麼新 用個十幾年不是問題 還過幾天就爛掉 就算是爛掉 你們也別想用 好啊 既然你不信 那我們 明天等著看好 張雲 我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你去用魚網才能抓到魚 這樣 這個魚網我們也不要 你借給我們動行吧 不行 你們吃沒吃東西關我什麼事 你們廢我一隻手 還想要魚網 你想得美 張雲 明明是你自己心懷不軌 怎麼還怪起林不凡 廢了你的手啊 張少 難道你不想要另外一隻手了嗎 行了 你們先別說了 張雲 你到底想怎麼樣 才可以把魚網借給我們 剛才林不凡這麼對我 我當然要討點公道回來 他跪下 給我磕頭道歉 磕到我滿意未知 我就把魚網借給你們 怎麼樣 還公平 張雲 你還真是狗改不了真實 想羞辱林不凡不說 還想挑剝林不凡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告訴你 你想得美 張雲 我們才不會任由你反骨 張雲 畫個條件 不畫 我今天 把話撂這 他林不凡不給我磕頭道歉 這魚網 你們休想變頭 我倒是要看著 沒有魚網 在這荒島上 你們能堅持幾天 我說葉總 你們何必 跟張少過不去 沒有魚網 找不到吃的 你們能活幾天呀 只是要林不凡 磕個頭而已 對於你們活命 哪個重要 你們自己想想吧 表姐 他們說的對 我們在這荒島上找不到吃的 真的會被餓死 咱們還得回去呢 可不能被餓死呀 呀 葉總 我也不想死 反正就是讓林不凡磕頭而已 比起我們的命 這不算什麼 就他們磕頭吧 不行 你們忘了張雲什麼德行了嗎 如果我們就讓林不凡磕頭 他如果生氣了不再保護我們 或者給了張雲 我們可就危險了 可是 我們也不能就這麼被餓死呀 林不凡 我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很餓 我們不能就這麼餓死在這荒島上吧 你就幫人幫到地 給張雲磕個頭吧 我又是不願意 林不凡 難道你就忍心 看我們被餓死嗎 林不凡 只要你繼續幫我們 等出了這荒島 你要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 對對對 我有錢 葉總跟唐小姐更是有權有勢 只要你能讓我們安全回北市 到時候你要錢 要權利 包括美女 你要什麼有什麼 哎 商量好了沒有啊 我只給你們一分鐘 一分鐘過後 就算你們全部跪下來 我也不會再見了 倒計時開始 五十九秒 五十八秒 五十七秒 林不凡 趕緊給張雲跪下吧 就是 我們就快要被餓死了 時間快到了 你快點跪啊 五十七秒 林不凡 算我們求你了 你就給他們跪下吧 四十五秒 別說了 我林不凡 絕對不會下跪道歉 倒計時 十五秒 十四秒 十三秒 倒計時十 九 八 七 林不凡 難道你要逼死我們嗎 握一下 葉總 我說了 如果在 你們不會有事的 相信我 林不凡 你今天不也是空手而歸 沒找到食物嗎 你讓我們怎麼相信你啊 三 二 一 時間到 哎等等等等 林不凡 他投一跪下客頭道歉 我 不好意思 時間到了 已經晚了 就算是你們全部跪下來求我 我也不會 借給你們 張雲 如果你不借給我們就算了 但是你抓來的魚 賣給我們一半 對啊張雲 抓那麼多魚 賣給我們一些 價格隨你開 哈哈哈哈 你怎麼這麼天真啊 在這荒島上 天是最無用的東西 想要吃魚是吧 你們 誰陪我睡一覺 我就給誰一條魚 怎麼樣 公平吧 張少最公平了 葉總 你們就從了他吧 這件事絕對不可能 對 我們就算是餓死 不會出賣自己 張雲你死心吧 行 那可以啊 你們就當死吧 哎呀 你們這是何必 留的青山貝 不怕沒柴燒 死了 可什麼都沒有了 林伯凡 這都怪你 這可怎麼辦啊 林伯凡 你害人精 都是你害的 現在我們都在這等死了 我 林伯凡 你為了所謂的顏面 你眼睜睜的看著大家被餓死嗎 我真是看錯你了 我不是說過了嗎 有我在 我們不會有事的 相信我 我們更不會餓死 什麼了 還在那大言不慘呢 你以為你的運氣 還能像之前那麼好 還能找到魚網 就算沒有魚網 我也能夠捉到魚 找不到吃的 我呸 林伯凡 既然你說抓魚 找吃的這麼容易 今天一天 你找到的吃的在哪裡啊 拿出來跟我們瞧瞧啊 那我要拿出來了 怎麼辦 有神機比在手 我什麼時候找不到 哟哼 小馬老 你這是又想跟我賭啊 你敢和我賭 我有什麼不敢的 張少 我以為他真的拿得出來 怎麼辦 不可能 你看 兩手空空的 什麼都沒有 魚網在我們這裡 他一個香巴佬 能有什麼本事找到吃的 張少 你放心 給他賭 好呀 香巴佬 賭就賭 哼 如果今天 你能拿出吃的 而且比我們的多一倍 那我們今天抓的魚 全歸你 要是你拿不出來 你自費雙腿 而且啊 不能再管閒事 可以 但是如果你們輸了 就不能再騷擾夜總他們了 等你贏了再說吧 我給你半小時時間 不用半個小時 十分鐘就夠了 小馬老 你這是在自尋此路你知道嗎 好 十分鐘就十分鐘 我看你怎麼平白變出食物來 我等著你哭著求我 林伯帆 你怎麼能答應這種賭約呢 你要是被廢了誰保護我們呀 就是 答應這種賭約 你真是瘋啊 林伯帆 你實話告訴我們 你今天早到吃的了嗎 等一下 就知道 走 我們走 林伯帆 列總 你先回去吧 我也不知道 李伯帆 你就自費雙腿求饒吧 你找的食物在哪裡啊 你要是求饒 說不定張少心情好 還留著你不被狼吃了 那恐怕要讓你們失望了 你們過來看看 這是什麼 天啊 這麼多吃的 有水果還有雞蛋呢 真的好多食物 林伯帆 你這都從哪兒找的 我早就弄到吃的了 只不過弄的食物太多 拿不了 這才空手回來的 不可能 這荒島上 怎麼可能有水果和雞蛋 這有什麼不可能啊 這荒島上有森林 我去裡面摘的 這雞蛋 也是野山雞下 你們不敢進山 怎麼知道沒有 真好吃 我們不用被餓死了 林伯帆 你可真厲害 張元 我找到的食物 正好比你多了一倍 這賭魚 我贏了 你只不過 蝦磨碰上死後的 運氣好而已 張元 明明是你記不如人 反正你賭魚輸了 趕緊把你的魚給我們 你們都找到 這麼多吃的了 够你們吃好幾天了 還想要我們那魚啊 不 不給 張元 你可真有意思 說耳反耳就算了 臉皮糊還賭不起 怎麼會有你這種人 在這荒島上求生 人不未及 天誅地滅 我們走 張 張元 你不想要另外一隻手 難道 你們真想趕盡殺絕 別忘了 現在你們是有食物 但是過兩天呢 你們吃完了呢 你們能保證 還能這麼好的運氣 再找找足夠的食物 張元 不是你先要趕盡殺絕的嗎 好 你不給我們魚可以 你把魚網還給我們 你想的美 張元 魚網我們和魚一樣 但是 如果你拿我絕的話 小心我廢了你另外一隻手 張總 我們打不過 要不魚就給他吧 張總 要不 我們給他一半吧 我們忍不起來 你的手勢不好 就麻煩了 香吧 老婆 這魚 只能分你一半 否則 我們一死往破 葉總 分一半 還可以嗎 好 一半就一半吧 反正現在我們吃的多 沒有必要 把他惹急了 既然葉總都說了 那就給一半吧 香媽老 你給我等著 此仇必報 那你幹什麼 走啊 慢走不走啊 林不凡 讓你下跪的事情 是我們不對 在這裡我向你道歉 另外 還要謝謝你的幫忙 林不凡 你放心 以後我唐家 會報答你的 林不凡 我也不會忘記你的恩情 葉總 我說過 留我在 你不會有事的 說話算話 林不凡 謝謝你 你不生氣就好 葉總 就算沒有魚網 我們一定能夠找到食物 況且 張雲他們的魚網 很快就會爛掉 不能用 你什麼意思啊 之前就說 他們的魚網會爛掉 明明 他們的魚網看起來 那麼牢固 你們 到時候就知道 這該死的小朋友 為什麼每次都這麼走也 氣死我了 張雄 你憋上去了 他林不凡再能 不可能天天能找到吃的 你別忘了 我們有魚網 早晚有一天 他會來求咱的 說的沒錯 咱們就等他 來求咱們 張雄 大師不好啊 咱們放的好好的魚網 爛成這樣 怎麼可能 剛才不是好好的嗎 保鏢 你知道你欺騙我的下場嗎 張雄 我怎麼敢騙您啊 你看看 現在已經爛成這樣 完全不能用了 天啊 怎麼會是這樣 剛才還是好好的 現在 真的不能用了 這他媽 是不是想把他幹的 肯定是 要不然 他怎麼知道魚網會破 保鏢 你幹什麼吃的 你就沒發現 林不凡那狗破壞嗎 張雄 沒人碰魚網 真的 我一直在丟那魚網 他就自己變破了 跟他媽見鬼了一樣 呸 少拿這種吃糊 一定是那個香猫 他幹的 一定得讓他付出代價 這口天 我咽不下 張雄 你現在怎麼做 林不凡不是很厲害嗎 早吃的 我們沒有吃的 那就把他的食物偷過來 要是偷不回來 咱們沒得吃 那他們也必須吃 那我一把火燒了 好的張雄 我馬上去吧 林不凡 咱們走著瞧 不好了不好了 我們的食物被燒毀了 表姐 我們的食物都被燒毀了 什麼 不可能 我剛才還好好的呢 怎麼可能燒毀了 表妹 你說的是真的假的 你沒有開玩笑吧 表姐 千真萬確呀 我怕有人來偷 特地藏得很隱蔽呢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草叢就起火了 連帶著我們的食物 都被燒毀了 哎 你在說什麼呢 哼 我抓了幾頭魚 林不凡你終於回來了 草叢突然失火 把我們吃的都給燒毀了 林不凡回來了 欣欣走 咱們先上去 媽 這個天氣 怎麼會突然失火呀 完了完了 每來這兩天 咱們就沒走了怎麼失誤 天啊 吹涼也沒了 那咱們吃什麼呀 我怎麼知道呀 表姐 這可怎麼辦呀 林不凡 這藏貨太奇怪了 把我們的腿梁都燒毀了 關鍵是 我們現在沒有了腿梁 我們吃什麼 對了 你出去一趟 找到什麼吃的了 不用擔心 我這次 找了很多吃的回來 足夠我們 吃兩天 這麼多魚啊 你沒有魚網 你是怎麼捉這麼多魚的 當然是神奇比幫忙了 剛才啊遇到退潮 很多的魚沒來得及回去 被我給抓來了 林不凡 你運氣可真好 我感覺跟你在一起 完全不用擔心會被餓死 你這是幹什麼 男女說說不清啊 行了張欣欣 別鬧了 讓林不凡 先去處理魚吧 好吧 林不凡 我要喝魚 他你要跟我做 好不好 真該死的林不凡 明明這一切 都是我該享受的 哼 聖書 別生氣 還快這些 都是我們的 最需要的把食物拿到 我們的 一天沒吃東西了 哦 說起這個我就來氣 讓你他媽先頭再燒 你他媽一把火燒了 咱們吃什麼 張書你行動啊 張書 張書 你看 桃魚魚提的魚肉 上這邊來了 快 他娘的把魚給扯過來 好好 好的張書 站住 把你們的魚肉全部給我 想搶我們的魚 是不是張瑜派你過來的 是我派他來的又怎樣 唐玥玥 吃香點趕緊救出魚 否則 別怪我不怜相信魚 這是我們的魚 拼什麼給你呀 張瑜 你們不是有魚網嗎 怎麼還卑鄙無辭 搶我們的吃的 呸 裝什麼裝 要不是你倆讓香包老 毀了我們的魚網 我們能抓胖魚 還餓了這麼久 張書 跟他們說這麼多幹什麼 直接搶就是 哎等等 我們什麼時候讓臉不凡 毀了你們的魚網啊 你們不要污蔑我們 就是就是 可能是你們自己弄壞的 還來怪我們 真不要臉 你們不承認啊 也沒關係 該灰我們的魚網 吃的就有你們賠償 上 哎哎你拿來吧你 哎你們還給我拿 站住 不能走 老子搶到的東西 那就是我的 還給你們 想得美 走 還有 要怪 就怪那個黎不凡 我告訴你們 你們每次的食物 我們都要搶一次 走 大 你們在幹什麼 黎不凡 你終於來了 張雲他們搶走了我們的魚網 他們還污蔑我們 說你弄壞了他們的魚網 以後見我們一次就搶我們一次 什麼 張雲 這才幾天沒見 你變得這麼無恥 魚網為什麼會破 這是你們自作自受 我們根本沒有做什麼手腳 想用這個理由來搶我們的東西 休想 你還狡辯呢 不是你們是誰啊 反正我畫料 這兒 見你們一次 搶你們一次 李不凡 以後最好 主動給我們送吃的 否則 一口都吃不上 你們也太過分了 別以為在荒島 你們就可以無法無天 我們也不是好欺負的 張雲 如果你還想要你另外一隻手的話 我勸你 最好別惹我們 趕緊把魚鍋還回來 哈哈 小巴佬 你好大的口氣啊 你以為我會受你的威脅 我告訴你 我昨天已經把最後一顆信號袋發出去了 救援的人馬上就來 等出了荒島 你就玩完了 要是真能出荒島 林不凡 你別怕 長家和業家都會護著你的 還有我公司也是 不是吧 你們也想出荒島 我告訴你們 我發的信號袋是給我們家族的 來救我們的 只會是我們張家的人 不可能 張雲 你不會見死不救吧 再說了 上次你就說發了信號袋 怎麼到現在 救援人員都沒來呢 對呀 這次你就確定救援會來嗎 上次沒接受到 這次肯定接受到了 反正啊 救援人員來了 我就等著你們求我 每一次 林不凡 趕緊跪下道歉 列寫程度 每一次的食物都要燒焦 否則 你們不但玩玩 也休想離開荒島 是嗎 那就等救援的人員來了再說 現在 趕緊把我們的魚還給我們 張雲 原來你們在這 我剛剛檢查了燒焦的食物 明顯是有人故意燒焦的 你說 是不是你們幹的 好啊張雲 你們燒焦了我們的食物 現在又來搶我們的魚 真是太卑鄙了 什麼 原來我們的食物是被你們燒掉的 是我們燒的又怎樣 我們的魚網被你們弄壞了 我們沒吃的 你們也別想好過 什麼 張雲 真的是你們幹的 你們污衊我們不說 還過來搶我們吃的 你們實在太過費了 你實在太惡毒了 今天非必把魚還給我們 行行 隨便你們怎麼說 反正魚在我們手裡 那就是我們的 哎哎 你幹什麼 你還要打我們不說 對付你們這種人 我看不動手不行了 走 我一起上 呀 啊 你 你要幹什麼 你啊啊好動手的 衝起來罵你放開我 李不凡 這次千萬別犯過他 就是他這麼壞 還是廢了他另一隻手吧 不不不不 別別別別別別別 魚你們已經拿走了 你們不能動我了 我告訴你們 救援人員馬上就要到了 你要敢動我 我不會帶你們走的 李不凡 算了吧 魚 拿回來就行了 等回了北市 來找他好好算賬 表姐說的對 對啊 就算了吧 趕緊滾 趕快 沒辦法 你等著 此充必貌 我怎麼餓死了 我當然吃的 好了趕快我們現在去跟你走 趕快 你別生氣 趕快 趕快 你別生氣 乖 我看見你一髮 趕快 我們對付不了那個李不凡 還對付不了那幾個弱女子嗎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想 李不凡 總不能 一直給他們三個女人吧 只要他們落單 岂不是任由我們北部 有道理 到時候 生米煮成熟飯 他臨不凡就算來了 要晚了 哈哈哈哈 蓋死了慌了什麼都沒有 現在我衣服髒兮兮的都沒有換的 我房間裡還有一套乾淨的 你拿去穿吧 葉總你真好 你們不用管我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們生氣了火堆 長期歌 不行 我還得上個廁所了 太太美了 啊 你想幹什麼張雲 幹什麼 我張雲 還沒成過大明星的姿勒呢 你要是實相的話 就乖乖的服侍我 你你個臭流氓 你趕快我出去 說去 那你等我講完了 哎 你客氣 呀 抓住 抓住 張大明星 你最好乖乖的聽話 要不然 別怪我們動錯 嘿 張雲你做夢 我告訴你們 李不凡他們很快就回來了 到時候讓你們 吃不了都得懂 我好害怕哦 等他們回來 你早就是我的女人了 張雲 我告訴你 你要敢動我一根手指套 你一定快快回答 後悔 我終於重複後悔 給我按住他 等我耍完了 也讓你嘗嘗些 好嘞 等等 你們別乖 別乖 李不凡 你別乖 快來救我 救我 使勁叫 我看這裡 誰能救你 你越叫 我越興奮 貝貝 下流 我吃 哦 這腿 還真白 張星星 你就跟了我吧 你做了我的女人 即使在這荒島上 你也能吃香的 哈哈 張雲 我告訴你 你敢欺負我 我要死你 該死了 臭娘們 你敢咬我 他媽不願意 我只能迎來了 張雲 你不能這樣 我可是大明星 你不能這樣對我 大明星怎麼樣 大明星我很喜歡 張雲 他娘的 張雲 你個畜生 知道你在幹什麼嗎 林不凡 該死的林不凡 他又壞我的好事 林不凡 你終於來了 他這麼欺負我 一定要替我好好救你 救你的 討回公道 白露 別害怕 林不凡會替你討回公道的 對 我說過 有我在 我不會讓你們出事的 該死的林不凡 他媽把我頭髮拽掉了 給我上弄死 啊 啊 就你這弱不拉雞的樣 還想廢了我 廢了你們差不多 那畜生還不知道悔改 欺負一個弱女子 今天 我廢了你 啊 哈哈哈哈 該死的小巴勞 你他媽哥不斷了 哈哈哈 林不凡 鬥死他 你太驚愁了 你敢逗裝少爺 閉嘴 吃裡爬外的東西 跟著張雲這個畜生 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 你不要全部理解 我們夜市不會要你這種畜生東西 從今天開始 你被開除了 不 不要夜市 我我上藥了 下個球 我拿手要一架 你和張雲一起 為非作歹的時候 就應該知道是這種下場 怕什麼 他不要你啊 我們張氏竟然要你啊 張雲 看來我使的力氣還是不夠大呀 你都這個樣了 還管閒事 林不凡 看樣子 你應該把他的腿 一塊肺 別走 好好熟悉 哎哎哎 別別別別 張星爺 我給你開玩笑的 你快讓他住手啊 開玩笑 我呸 你剛才那樣對我 你當大家都是瞎子嗎 林不凡 你給我好好教訓他 好 哎 等等等等 張星爺 你 我要是出了事 我們張家不會放過你的 張家 你以為你們張家很了不起嗎 張星星由我夜市相互 對 還有我們唐家 你們張家再厲害 能對付得了我們兩家嗎 唐媛媛 葉白露 沒有我們張氏集團的合作 你們兩家 也會損失不少合作吧 兩百俱傷的場景 你們不希望看到吧 你還敢威脅人啊 看來不徹底 廢掉你的手 不知道你自己做的孽 等等 林不凡 公道已經替我討回來了 這次就算了吧 張星星 他這麼過分的對你 這次 要是不好好教訓他 他一定會不長記性 是啊 張星星 你別怕 我們唐家和夜市 能護得住你的 唐小姐 夜總 我相信你們 但是我只是個明星而已 不值得你們兩家 為我這麼做 這次 他已經被教訓過了 就算了吧 既然 張小姐仁慈 這次 放了 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 我絕不饒你 算你們實際啊 不過等著 咱們沒玩 你還敢嘴硬 不不不 開玩笑開玩笑 你就不能讓我過過嘴硬嘛 你那麼小青眼 誰知道你會不會有什麼花花腸子 反正今天已經得罪你了 我還是要廢了你 放開張手 不然我掐死他 放開我 葉總 抽保鏢快放了葉總 表姐 張雲 你快讓這個抽保鏢放了我表姐 嘿嘿 臭雞丐 來呀 來呀 我看是你的手快 還是我的保鏢手快 該死的張雲 趕緊放了我表姐 我表姐要是出了什麼事 我們唐家和夜市不會放過你的 呦 我怕你啊 大不了魚絲網破 等等 張雲 我們萬事好商量 我跟你有什麼好商量呢 張雲 你說吧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放了我表姐 想讓我放了他 很簡單 我要他 自廢雙手 聽到了嗎 林無凡 趕緊跪下 開頭 不行 林無凡 你不能自廢雙手 如果你廢了雙手 這會讓他們更加欺負我們 閉嘴 小毛老 你要再不跪下自廢雙手啊 你怪我 掐死他 用力 唐小姐 然後自廢雙手 我才能放他 我耐心有限 3 2 1 林無凡 時間來不及了 我給你跪下 你趕緊跪下救我表姐吧 是啊 林無凡 你不是說有你在 不會讓我們出事嗎 現在葉總有危險了 你還漏著幹什麼 趕緊跪下呀 好 會 葉總 沒事吧 我沒事 注意保鏢 他們還想抓其他人 張雲 這一次 絕對不讓你 你個該死的 小毛老 痛死了 剛剛讓你們找到了可乘之機 你以為現在我還會大意 讓你們再次威脅我嗎 林不凡 他們想掐死我表姐 千萬不要放過他們 對 這次一定要廢了他 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生 今天 必須廢了你 張雲 給我站在那裡 啥子才不跑 給我等等 一群怂包 林不凡 謝謝你幫我討回公道 林不凡 也謝謝你救了我 我說過有我在 你們不會出事的 這話一直有效 嚇死我了 小姐 幸虧你沒事 林不凡 你剛剛真的好男人呢 你們沒事就好 既然沒事就好了 咱們趕緊早點休息吧 明天一早 還要去找吃的呢 好 表姐 你看咱的糖都讓他們得踩亂了 趕緊收拾進去吧 該死的林不凡 散犯兩次的壞我的好事 這口氣我咽不下 必須得讓他後悔 答罪老子 張少 你是有什麼好主意了嗎 張少張少 我剛才偷聽到 他們說明天一早要出去找吃的 好 這天陰沉沉的 馬上就要下雨了 保錶 你去把大門關上 誰都不能放進來 好的張少 張少 你的意思是 這天 馬上就要下雨了 只要下了雨 咱們把門關上 就這一個房間 他們 只能求咱們 妙啊 到時候 還怕 整理就不了林不凡 哈哈哈哈哈 小心一點 啊 你們不能進去 張雲 你又要幹什麼呀 你哥不還沒好呢 爸 又要做藥呀 告訴你 之前的事 在我這還沒過去 這房子 現在是我們的 你們別想住 葉總 想進去 也可以 必須 給張少 道歉 還有 把你們的吃的 都交出來 張雲 你們就是在做夢 吃的我們不會交的 還有道歉 我們沒有做錯事 憑什麼要道歉 張雲 這房子是林不凡找到的 憑什麼不讓我們住啊 你要實相的 趕緊讓開 對呀 你們再不讓開 等林不凡回來 要你們好看 還嚇我呢 你們給我聽好了 我張雲連香機遇 對美人 還是很願意收留的 但至於那個香巴佬 聽好了 他就算死外面 別想進來 葉總 我看 你們還是把吃的交上來 進去吧 不然 一會兒林不凡來了 張少一生氣 那就不妙了 在這荒島上 眼看就下雨 等待你們的 可是死路一條 表姐 我看他們是認真的 要不 我們先假裝妥協 先進房間裡 等林不凡回來 他們要是不開門 我們可以給他開呀 葉總 我覺得唐小姐說的有道理 萬一到時候大家都進不去 那就不好了 哎 商量好了沒有啊 我們商量好了 張雲 吃的 我們不可能全給你們 就給你們一半 你讓我們進去 行的話就讓開 就是張雲 咱們可先說好了 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有 我們大不了另找避難所 但是這天要是下了雨 你就等著被餓死吧 好 一半就一半 請 嗯 啊站住 李不凡你不能進 這不是鄉本老嗎 不好意思 這房子歸我們了 你不能進 李不凡 這裡不歡迎你 趕緊拐吧 啊 幹什麼你們進去 袁白駱 我告訴你啊 你要是出來 就別想進去了 張雲 你這是搞的什麼鬼啊 這房子 明明是我找的 怎麼成你的了 我說他是我的他就是我的 反正你給我聽好了 這房子的主人 是我張雲 你休想進去 李不凡 天 可是也快下雨了 你還是 另找個地方住吧 在這裡和我們僵持下去 有什麼用啊 反正 我們是不會讓你們進去的 張雲 這荒島就這一個房子 你們趕走了林不凡 他很有可能活不下去的 你們何必趕進下雲呢 是啊張雲 你也太霸道了吧 林不凡 你身手那麼好 他們不讓你進 你就去翻牆 看他們到時候怎麼攔你 別說是翻牆 就算他從天上掉下來 有我們在 他們也別想進去 既然你喜歡 那這房子 就送給你了 林不凡 你在胡說什麼呢 張雲總這麼危險 你不住進這個房子 還容易救命的 你別鬧了 是啊林不凡 你別怕呀 這房子本來就是你找的 憑什麼讓給他呀 再說了你那麼能打 就把他們打趴下 林不凡 你可千萬別送他們的道啊 葉總 你不用擔心 這個房子看起來挺牢固的 實際上等下了雨 房子就會倒塌 很不安全 我現在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避難所 你們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房子是用神奇筆用沙子建的 修補了也頂不了多久 還是搬去新的避難所安全 哈哈哈哈 小馬老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這房子這麼堅固 怎麼可能 被雨一淋就倒了呢 我看你是被氣傻了吧 在這裡胡言亂語 張少 我看 他是小住家的呀 胡說八道的 咱 可不上他的道 哈哈 沒錯 林不凡 你休想進來 就算這房子爛了 你也別想進來 現在 就算你們求著我 我也不會住進來的 既然 你們不相信我說的話 那就等著看好了 林不凡 你不該一起用事 這房子好好的 怎麼會找他呢 是啊 林不凡 你說你找到了新的避難所 真的假的呀 這周圍的海島 我們都找遍了 只有這一個房子 你又在哪兒找了避難所呀 神奇筆的事 暫時還不能讓張英他們知道 我找的房子 就在森林的旁邊 是一個小木屋 非常的安全 你們跟我一起走吧 住在這裡 真的不安全呀 什麼 森林旁邊 不行 森林里有牢 不安全 對 我害怕 我不去 這個房子住的好好的 幹嘛要搬走啊 我也不去 林不凡 我還是留下吧 不會有危險的 我說過 有我在 不會出事的 哈哈 葉總 這個香花佬 邀請你們 怎麼能不去呢 他這麼能幹 相信也能殺老 你們跟著他 怕什麼呀 林不凡 你真的能保護好我們嗎 放心 我一定會保護好你們的 原妹 不如我們就跟林不凡一起走吧 在這裡 張雲他們也不懷好意 我們留下也不安全 可是 森林里的狼都是成群結隊的 林不凡一個人怎麼能打得過呢 我不去 對呀 而且房間門上都有鎖 我們把門鎖上不就行了嗎 我也不想去 你嘀嘀咕咕著說什麼呢 我告訴你們啊 你們今天要是跟他走了 就別想回來 我張雲說話算話 對呀 林不凡說 找到了避難所 誰知道是不是真的 說不定 是為了面子才這麼說的 你們要是過去 被騙了就不好了 林不凡 我們不走了 你也留下吧 張雲他們打不過你 只要你堅持 他們拿你沒辦法的 是啊林不凡 你真的不留下來了嗎 算了 你們自己決定吧 真的不跟我走嗎 我們不能跟你走 只要我們留下來 只要你想回來 我們會跟你想辦法的 你啰啰嗦嗦嗦的 有完沒有完啊 可沒時間聽你們嘀咕 月白露 你要再不進去啊 我就關門了啊 我新的避難所 離這裡大約有一公里遠 我會離開信號的 如果這個房子塌了 你們就過去找我 下馬老你少詛咒我啊 你最好祈禱自己別死外面 否則 沒人替你收拾 哎呀張少 咱別跟這囉嗦 趕緊進去 進去趕緊進去 葉總 你們小心啊 林不凡 你也要小心啊 我畫的這個房子 真是比那個好太多了 哎 不知道葉總 他們怎麼樣 哎 姐 你快看 林不凡的房子在那裡 快走 哎 林不凡 你在裡面嗎 快點開門 誰 林不凡嚇死我們啊 趕緊進來吧 快 林不凡 還真的被你說到了 昨天還很堅固的房子 今天一下子就倒塌了 最可怕的是 那個房子塌了之後 竟然全都變成了山子 這個荒鬧真是太可怕了 你說 這倒塌是不是有什麼造東西啊 林不凡 你昨天說房子會倒塌 今天果然倒塌了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呀 我在找房子的時候 就發現有點不對勁 只是隨口一說 沒想到 還真塌了 是嗎 你也不知道 那好吧 林不凡 你發現你真的好厲害呀 你都不知道 今天我剛一出門 那房子就塌了 你都不知道有多危險 說起這個還真簡氣呀 你都不知道 張雲他們有多狼狽 他們從山子裡做出來 有多好笑 林不凡 我看你這房子也挺好的 不會也突然間會塌了吧 不會的 這個房子很牢固 下雨也不用怕 那就好 我們可以安心住在這了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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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不凡 你是不是聾了 趕緊給我們開門 哎呀 張雲他們跟來了 咱們是開還是不開啊 昨天他們都不讓林不凡進屋 今天林不凡找到了避難所 也不讓他們進來 別開門 快開門 不讓我們闖進你了 我去開門 不然門 會被他們弄壞的 哎 臭三八老 你這麼終於開門了 你再不開門 我就把你賣踹爛了 你真是狗啊 我放你進來 還那麼囂張 林不凡 你真是麻煩 趕緊收拾一下 叫雙手收拾 這是我的房子 憑什麼你來發好勢力 蝙蝠老 我告訴你 你的房子不錯 從今兒起 這房子是我的了 你愛歸哪歸哪去啊 張雲 你昨天不讓林不凡進你的房子 今天又跟來霸占林不凡的新房子 你說你怎麼那麼不要臉 我們在這 你們想搶房子 也得問問我們同不同意 你們趕緊滾出去 張雲 你可別太過分了 林不凡可不是這麼好欺負的 閉嘴 這又不是你們的房子 你們有什麼資格在這發號思量 林不凡 你該不會 靠這三個女人 來保護你吧 哈哈哈哈 張少 我看林不凡就是個鬧種 反正這個房子都是你的 林不凡 你趕緊走吧 保鏢 我林不凡 乾脆乾 你們好大的膽子 我看你們怎麼把我趕出去 張少 保鏢 飛出來了 這個廢物 我養他有什麼用 好了 你們鬧也鬧夠了 趕緊給我滾出去 否則 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小白老 你好大的口氣 你動我一下試試 我很快就能發出求救信號 到時候 張家仁會派人來接我 你要是動我一根手指頭 我保證 你一輩子都囚禁在荒島上 這是你的手機嗎 他沒壞嗎 再說了 這荒島上有信號嗎 這就是我的手機 而且我剛開機 再說了 這麼大一個島 怎麼可能沒信號 張雲 你確定你的手機是好的嗎 能發出求救信號 你要是把手機借給我 我就說服林不凡 讓他同意你住進來 對對對 前提是 你的手機必須能發信息和打電話 當然是好的了 不然 我這麼寶貝他幹什麼呢 林不凡 只要張雲肯借給我們手機 我們就讓他坐進來吧 只要他給你們手機 我沒意見 等等 我有意見 想要手機也可以 必須 拿這個房子來換 並且 林不凡要給我下跪 還要當奴才 顧我每天的吃喝 張雲 你說什麼 我說 想要借手機就得拿房子換 而且要給我跪下 還要給我當奴隸 林不凡 耳朵不好嗎 還需要 我再給你重複一遍嗎 張雲 你也太過分了吧 你怎麼能提出這麼無力的要求啊 真是大白天做夢 你一想天開 張雲 你試口而止吧 這個要求我們不會答應的 不答應是吧 那行 這手機 也別想用了 葉總 你可要考慮好了 在這個房子哈 就這麼一部手機 錯過了 就沒有機會了 表姐 現在可怎麼辦啊 這手機 說不定是咱們離開這荒島唯一的機會呢 要不咱們先妥協 反正以後也可以回院 可是 他們的要求實在太過分了 林不凡應該不會答應的 林不凡 過來 要不 你先委屈一下 答應他們 咱們拿到了手機 立馬回院 他們也不能瞞你怎麼辦 不行 我的師門 告誡過我 不能隨意毀約 不然 我會被逐出師門的 你還有師門 咱們什麼亂七八糟的 哎 考慮好了沒有啊 再不決定啊 這手機 我可就不借了 張雲 我們不能答應你這無理的要求 再說了 就算你不借 你們自己也會和外界聯繫 只要有人來救你們 我們就不相信 離不開這荒島 沒錯沒錯 反正你也在這荒島 好我們也不怕你偷溜 因為還真是天真呢 好 三 二 走 到時候救援來了 我一發話 誰敢帶你們走 我勸你們 抓緊了林伯凡任我當主人 只要他願意當我的奴隸 其他條件 可以算了 這買賣划算嗎 不划算 張雲 張雲 就你這種要求 傻子才會同意 你以為 就你有手機嗎 看清楚了 我也有手機 和你的 一模一樣 林伯凡 你居然也有手機 你這手機是好的嗎 哇 這下好了 張雲 你傻眼了吧 林伯凡 你怎麼會有手機啊 你既然有手機 剛才為什麼都不拿出來 要不是我忘記了用神奇筆可以畫 怎麼還用等到現在 林伯凡 別搭理他 你趕快把手機給葉總打電話 李伯凡 你這手機是不是壞了 怎麼摸起來像木頭的手感 李伯凡 你這手機 是木頭的模型 這這怎麼能拿得出來啊你 怎麼會這樣 難道神奇筆缺功德了 所以畫不出真手機 哈哈哈哈哈哈 這像不老 居然拿個假手機糊弄我們 我差點相信了 李伯凡 看到沒有 這才是真手機 只要你跪下 給我磕頭道歉 當我的奴隸 這手機 我就可以借給 哈哈哈哈 雷伯凡 我看 你趕緊跪下 叫你的主人吧 要不然 這一輩子 也離不開這荒島啊 表姐 這個怎麼辦啊 難道我們這輩子就得留在這荒島了嗎 我可不想留在荒島 我還有好多事情沒幹呢 林伯凡 求求你幫幫我們吧 你不是每次都能花錢為夷嗎 林伯凡 手機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 你去做這種樣子 等我們拿到手機再說好嗎 冒險 真不行 林伯凡 你的心怎麼那麼硬啊 難道你就眼看著我們老死在這荒島嗎 林伯凡 你的面子 比我們的生命還重要嗎 你太讓我們失望了 哎 我說 你們寂寂歪歪的說什麼呢 吵死了 趙雲 我們答應你的要求 不過 你要先把手機給我們 台路 你當我是傻子嗎 誰知道你們拿了手機啊 會不會認賬 必須是林伯凡 跪下 叫我主人 這樣 我才能把手機給你們 對 要不然 你們說謊 毀約怎麼辦 必須跪下 那不行 萬一我們按你們說的做了 你們出爾反爾怎麼辦 出爾反爾的事 你們又不是沒做過 對 我們不相信你們 行行行 不相信是吧 行行行 手機不換了 你們愛信不信 等等張宇 既然是交換 我們大家都拿出點誠意 你先把手機給我們 讓我們看看有沒有信號 你憑什麼看我的手機啊 要愛信不信 有沒有信號跟你沒關係 既然這樣 那咱走 讓開 麥克 林伯凡 都怪你 張宇 你不讓我們檢查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 是壞的吧 肯定是這樣 業總 如果這手機是好的 他為什麼不自己打電話 你胡說八道什麼 這手機我們用過了 已經打通了 就是 我們已經在外面打過電話了 是你們 非要接著 我們也沒逼你們啊 既然你們已經打過電話了 那為什麼不能把手機給我們檢查一下 我看你們的手機就是不能用 好啊張宇 你們竟然想空手套白狼 太過分了 你們趕緊出去 張宇 既然你們手機是壞的 那就趕緊走吧 我們也不想和你們起衝突 白駱 你可別被林不凡忽悠了 你們看 手機是好的吧 你們都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要林不凡 跪下 叫主人吧 讓張少登久了 這手機 就不借給你們了 林不凡 這手機是好的 要不你就先跪下 等手機到手了 你再起來 等等 林不凡 既然不願意 就算了 表姐 我們不要手機了嗎 葉總 這可是拿到手機難得的機會啊 葉白駱 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了 這是我給你們的 最後一次機會 張宇 你是什麼性格 在場的我們都心知肚明 像你這種小心眼的人 怎麼可能把手機借給我們 就算你真的借給我們 我相信 手機也是不能用的 沒錯 張宇 以你的性子 如果能夠聯繫到外界 你怎麼會和我們在這裡耗那麼久 所以說 這個手機 根本就沒有用 好啊 張宇 你的手機根本就沒有信號 你竟然拿沒有信號的手機來騙我們 好啊 張宇 竟然拿沒有信號的手機騙我們 你太無恥了 葉總 幸好他們沒上當 確然沒上當 算你們運氣好 不過你們幸好 我已經聯繫了島外的人 他們很快就會來救我 實際上的 你們現在不要得罪我 否則 我不會帶你們離開 葉總 我看 你們還是 找個好一點的房間 讓張宇住去吧 要不然 沒有你們的好管车 我呸 發解你這個無賴 想的沒 表妹 我們能不能離開這荒島 還真要靠他 別輕易得罪他 可是 這次咱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在說謊 前幾次他用的信號彈 咱們可以不相信 可是這次他找到了手機 還把電給用完了 說明他聯繫外界的機會有很大 就為了這個 咱們不能得罪他 哎 還是白露實相 我就住這兒了 去 給我收拾收拾 哎 我看誰敢動 林伯凡 為了大家 你就委屈一下吧 把你的房間讓給張宇吧 你放心 等出了荒島 我們大家都會感謝你的 是啊 林伯凡 你就忍一下吧 跟他啰嗦什麼 抓緊 把那東西收拾收拾 好 誰要你找房間的 該死林伯凡 誰要你推我的 小王老 怎麼著 還想動手 來來來 打打 張宇 欺人太甚 今天 我就打你 蓋死了小王老 你真那麼動手 你信不信 我讓你離不開荒島 有本事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 告訴你 我已經忍你很久了 我想 之前的教訓 你已經都忘了吧 我今天不介意 幫你加深一下記憶 你要幹什麼 快快快糊塗我 動一下試試 葉總 趕緊要林伯凡 放了張少 張少有什麼事 我們都不可以好過 我們也想給你們幫忙 但是你們欺人太甚了 葉白露 你怎麼這麼說話呢 他要是再動手 就把我脖子掐斷了 斷了不好嗎 免了你時刻在想著害人 不不不不 我錯了 我改了 我改了 葉總 你趕緊勸勸 張少有什麼廢了 我們都出不了荒島 林伯凡 要不就算了吧 衣服髒了洗洗就行了 放著張雲吧 是啊 林伯凡 萬一救援的人 都是張雲的人怎麼辦 你可別徹底得罪了張雲 林伯凡 要不然 算了吧 如果不教訓他們 我怕他們會得寸進尺 繼續作用 所以 一次性把他解決了 不不不 我不得寸進尺了 我不敲你房子了 你放了我吧 行不行 林伯凡 你很小不小出貨走了 林伯凡 既然張雲知道錯了 等饒人數且饒人 放了他吧 對呀林伯凡 你這麼厲害 張雲以後 肯定不敢再找你麻煩了 既然大家都這麼說了 那這一次 我就給你算 不過 我的房間 哎去去去 快給林少收拾收拾 這一次 我希望你真的能夠悔改了 張雲 如果下一次的話 我就真的動錯了 不 沒下一次 知道錯了 什麼悔改 今日的吃辱 我來日必報 林伯凡 咱們的梁子結大了 張少 收拾好了 好 咱們走 走著瞧 啊 這個張雲 他真是腦子進水了 就這樣了 還不肯低頭認錯 真是個打不死的小強 林伯凡 張雲吃了這麼多虧 以他的性格 怎麼可能知道悔改 以後 你可要小心了 他這個人就喜歡背後捅刀子 耍手段 放心吧 兵來降黨 水來土掩 有我在 不會有事的 不是張少 你廢物 我他媽養你有什麼用啊 連個他媽香巴佬你都打不過 我養你有什麼用你自己說 對不起張少 下次你要再這麼慫 我就把你弄死 你放心張少 下次我一定要拿命保護你 張少 你別生氣 你還怕那個香巴佬嗎 等接你的人來了 我們人多 把他打殘了 你要是還不解氣 把他留在黃河島上 讓他自生自滅 那還用得到你說 他關鍵是現在我咽不下這口氣 不行 現在就得想辦法弄弄他 我們都打不過 反被林伯凡教訓才差不多 走 看 這樣變 像麻花店一樣 葉總 你手真強 表姐表姐 你快看 快看林伯凡在海邊撿到了什麼 不就是個行李箱嗎 哎 等等 這行李箱打開了嗎 裡面裝了啥 這個行李箱 是今天才被沖上岸的 看樣子是一個防水的行李箱 裡面的東西應該沒壞 還真是 這裡面不僅有衣服 還有數據線 可充電保呢 那我們可以用充電保給手機充電了 不過 張雲不借給我們手機怎麼辦 手機 我去找張雲要 哎等等 還是我去吧 張雲這個人小心眼他記仇 你去了他不會給你手機的 是啊是啊林伯凡 你別去搗亂了 我去吧 張雲 來了 什麼事 我有事要和你談一下 咱們先進屋吧 嘿嘿 耶那美女 親自找我說事 這個面子我得給 走 來這 哎 林伯凡他們人呢 海洛 他們都不在 你幫我喊到這 是不是有什麼想法 張雲你別胡說八道 嘿嘿 張雲我有事要和你談一下 你這手機 現在已經沒電關機了吧 你拿著沒電的手機也沒有用 不妨但是借給我 白露 手機已經沒電了 你要他做什麼 白露 你有充電器啊 你有充電器 你不早說 怎麼說 把我當外人 手機充電器 還有充電保 我們也是今天剛找到 你就說你的手機 借不借我 借 白露大美人家 我當然得借給你了 只不過 白露 你要拿什麼 給我換呢 換 我拿吃的和你們交換 現在 你們最缺的就是吃的 這樣吧 我給你們三個人一天的食料 你把手機借給我一天 怎麼樣 白露 你這是在打發叫花子嗎 你給我一天的食物 我就要把手機借給你 還要感恩戴德是嗎 張雲 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露 你這翻面就是 誠意不足啊 我手機這麼金貴 你給我一天的食物 恐怕 大合適吧 那你說 你還想要什麼 其實呢 白露 很簡單 在離開荒島之前 我們仨的吃的喝的 全全交給你們負責 另外呢 白露你也知道 我早就仰慕你很久了 只要你 陪我一晚 我就把 手機借給你 怎麼樣 不可能 你想都不要想 手機不借的話你趕緊出去 葉董 做我生意 當然要討價還價 在我心裡 葉總你不是 這麼容易放棄的女人 葉董啊 你這麼激動幹什麼 我又不會吃了你 咱們 做想慢慢聊啊 你們的要求都太過分了 我一個都不會答應 實際上的話 你們兩個趕緊出去 葉白露 給你臉了是吧 你要是不答應的話 今天就睡著 張雲 你想幹什麼 我告訴你 林步凡他們就在外面 只要我喊一聲 他們就會進來的 哎呀白露 行行行 我走 我走啊 哈哈哈哈 我親愛的白露 你以為 你還會有機會叫出來嗎 白露 你這是在罵我嗎 罵吧 罵吧 你越罵我越興奮 白露 你知道嗎 我喜歡你很久了 可是你 你一直都不正眼看我 直到有一天 咱們一起溜落荒島 白露 我已經等待很久了 沒想到今天 你親自送上門來了 你放心 我會好好待你了 啊 你就好好的從了我 啊 你們救了 你別叫了他不會來的 張哨張哨不好浪 怎麼了大虎小舅的 我剛才看見林伯伐 帶著那倆娘們來了 你說什麼 趕快把門堵上 好的張哨 啊 門怎麼打不開了 我呢 哎 哎 好像被鎖住了 啊 李伯伐 夜總 好像是夜鎖的聲音 有什麼危險吧 不會的張哨他們在那邊吧 啊 啊 張張哨我快頂不住了 你也去啊啊 啊 夜總你沒事吧 我馬上來救你 趕死的張云 不准欺負我表姐 你要敢欺負我表姐 我做不也不會放過你 哎 做美美 好像有何幾個人踩出這個門了 哎 哎 要頂不住了張哨 你給我頂住 不能讓小寶导進來 少少 你放心 我們一個雙錢 你已經頂住了 李伯伐 他們一見見不來 好 哈哈哈 臭娘們 要不是你叫 李伯伐他們能聽到 你無恥了 你無恥 不好 我好像聽到我姐的聲音了 還有打巴掌的聲音呢 張云 你可真卑鄙 我告訴你 你再敢打我 我發誓 夜市和張家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好啊 我看你怎麼不死不休 等你成了我的女人 我看你還使得對我下手嗎 你別碰我 別碰我 叫啊 叫啊 你越大聲我越興奮 也正好 你讓他們外面的人聽一聽 咱們是怎麼快活的 哈哈哈 放開我 放開我 做好了 林伯伐 我表姐有危險 你快想念辦法呀 有了 你們讓開 林伯伐你真的幹嘛呀 你們兩個人左右有力 你開 別動了啊 你個畜生住手 林伯伐 你怎麼進來了 放開夜總 林伯伐 我以為你進不來了呢 夜總 沒事 有我在 我會保護你的 沒事的 讓姐你別怕 林伯伐這麼厲害 他會為你討論公道的 林伯伐 快點叫醒張云 他走人 你叫不敢 快廢了他 哼 廢了我 我張云發誓 沒敢廢了我 我讓你們衝來慌倒 既然這樣 那還留著你什麼用 就在救援人員來之前 把你廢掉 你們兩個 誰打死這個王八蛋 我沒獎勵你一百萬 你不損 受死吧 你不是要打死我嗎 今天我就來了 我看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你 放開我 張云 我已經給過你很多次機會了 但是你都不珍惜 這一次 我就廢掉你的一條腿 讓你長長記憲 啊 我的腿啊 李伯伐你答應啊 白龍白龍 你求求你 求求你 你求求李伯伐 我不敢那麼對你 你讓他饒過我 放了你 剛剛你欺負我的時候 我也讓你放了我 可是你放了嗎 李伯伐 千萬別放了他 他這種人說話出爾反爾 對 李伯伐趕緊廢了他 什麼他這個幹壞事 別別別別別別 李伯伐 我真知道錯了 你求求你 放我吧 你們不是要手機嗎 我給我給 拿手機呢 在哪裡 你們先放了我 我就給你們拿手機 張云 你又想耍什麼花樣 你們要是不放過我 我就算把手機毀了 也不跟你們 又想威脅我 我看你的那條腿 也不想要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我给给手机在他身上 表姐手机 太好了可以冲锻 手机都给你们了 这回可以放我了吧你给我安分点 我什么时候说过拿了手机就放你走 什么了你林莫凡 哎我手机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你最好给我站在这里 否则的话 废了你另外一条腿 不好这个手机有密码 需要密码他让打开 张云密码是多少呀 你们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们 好 那我就真废了你的腿 哎别别别别告诉你们 54188 太好了手机打开了 林不凡 你已经帮我们讨回了公道 而且这手机的密码 他也已经给我们说了 我们说话算数放了他吧 叶总说了 那我就最后再原谅你一次 你给我记住了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这是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滚 不凡 不凡 这电话打不通呀 什么 打不通 那张云怎么打通呢 我试试 我试试 我也打不通 这手机 没有信号 打不了电话 也发不了信息 就连紧急呼叫 也拨不出去 这该死的张云 打不通不告诉我们 他还说联系上了外面 算了 既然手机打不通 咱们先做饭吧 大家都饿了 好 让我们各自忙活 少少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民不烦他们 在烧火做饭 烧火做饭 把老子打成这样 还有心思吃饭 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你 去破坏他们做饭 我让他们今天什么也吃不了 好少少 你放心 民不烦 我明面上不给你作对 我就不能 暗地里死笨子吗 叶总你看 哇 这是什么呀 这是野黄瓜 野黄瓜不好了不好了 我们的火被人给浇灭了 而且我们的打火机也不见了 什么 火被熄灭了 打火机还在吗 林不凡 你耳聋吗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 打火机也不见了吗 我们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 林不凡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要不然咱们怎么吃饭呀 火的事情 你们不用担心 林不凡 你准备怎么解决呀 没有了打火机 咱们怎么点火呀 你不会想学电视里抓木起火吧 哪有这么简单啊 就是啊 林不凡 就算你是乡下人 方法比他们多 但这里比较是荒岛 不可能变出一个打火机吧 巧了 我还真可以 我有神机笔在说 打火机 小意思一个 真是搞笑 一个乡巴佬 竟把自己当神了 还说能凭空变出打火机 你是要笑死我吗 张云 你来的正好 快说 我们的火是不是被你给浇灭了 远远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 我都这个样子了 我像是能浇灭火的人吗 那可不一定 要不然我们的火为什么无怨无故的熄灭了 你受伤了 他们两个可没受伤 对 还有打火机 是不是你们拿走的 我们是有一个打火机 但那个打火机啊 是我们捡到的 可不是你们的 你们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 说话要讲证据 还说我们误会你们 这里就我们几个人 怎么我们的火一面 恰好打火机也丢了 而你们又正好捡到一个打火机 分别就是你们偷的 小偷 赶快把打火机还给我们 说我们偷的打火机 你们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来 别冤枉我们 林不凡 不是凭空能变出打火机吗 你们要他变呀 小毛老 你要是能凭空变出打火机啊 那我们这个打火机送给你便是了 关键是你变得出来吗 你别再装神弄鬼了 你几斤几两 这里谁不清楚 看来你们不相信我是吧 相信你 是你傻还是我傻 小毛老 这样你要是变不出来 跪下给我添脚 怎么样 那我要是变出来了呢 你要是能变出来 我们的打火机白送你 而且我跟你姓 我喊你爸爸 要是你变不出来 你要跪下给我填脚 你不仅要跪下给我填脚 还要认我当主人 做我的奴隶 认我拆钱 林不凡 你敢给张少敌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答应了 林不凡 你疯了吧 这赌院明显就得你吃贵 而且咱们唯一的打火机 已经被他们偷走了 你上哪弄打火机去啊 就是啊林不凡 你怎么这么一气用事啊 还凭空变 你说像的吧你 林不凡 这不是儿戏 你不应该打狱赌狱的 你们放心好了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一定有把握 好狂我那语气啊 行了行了 赶紧给他赶紧的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 林不凡 你搞什么鬼啊 你拿出这么一支笔 想干什么 你把自己当成神笔马凉是吧 想画什么就来什么 你说对了 我还就是神笔马凉 林不凡 我看你还是赶紧跪下 任张少为主人吧 就你这鬼样子 还神笔马凉 林不凡 你脑袋进水了吧 你以为这样 就能唬住我呢 林不凡 要不行就认输吧 认输不丢人 住手 我好饿呀 林不凡 你别玩了 赶紧再说做饭吧 林不凡 我本来以为你老是诚恺 没想到你也会说谎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但是等一会儿你们就信 行 那你还等什么 那你赶紧话 我可是等不及 看你跪下天王角 叫我主人的样子了 那就让你失望 三二一走 天呐 真的变成一个打火机 还要我妈妈 哎呀真是打火机啊 林不怕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做到的 林不凡 这打火机 真的是你画出来的吗 对呀 不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向不老 你怎么可能有 画什么就变什么的本领 我看这打火机 分明就是没丢 被你藏进来了 没错 林不凡 我们的打火机 是在海边捡来的 你那个打火机 肯定是你自己藏下来了 你们的打火机 根本就没丢 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 没错 这世上根本没有神笔马良 就是啊林不凡 你老实交代 这一切是不是你故意斗张云的 对啊 林不凡 我不相信你真的能画什么变什么 不过 刚才那道金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不凡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相信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不科学的事情 这个 就是神机笔 有条画的东西 都能变成真的 是吗 我们可不信 除非 你把笔给我们 我们要是能画出来 我们就信 这神机笔 可能是我师门的东西 不能够给外人 你们想要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你们画出来 不行 必须我们亲自来画 林不凡 为什么不给我们 这个什么神机笔 是不是你说谎的 林不凡 这一切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林不凡 你可不能骗我们呀 你别问这个乡巴佬了 一个乡巴佬 还说什么师门 神机笔 你们想想 可能吗 我看 这个王八蛋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想用这种胡孙把戏 来骗取叶总 和你们的封信 对啊 叶总 你们可不要被林不凡 给骗了 我没有说谎 不给你们 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品行 表示严重的怀疑 这神机笔 可是我师门的保护 我怕被你们抢走了 林不凡说的没错 像你们这种人 如果知道神机笔是宝物的话 肯定会抢走的 我们又不想 凭什么让你们试 没错 林不凡 不管是不是真的 都不要给他们 既然这样 那就让白鹿来试一试 这样 可以了吧 对啊 林不凡 你不会 连叶总都不相信吧 林不凡 这神机笔 这么神奇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 你如果想让我们相信你的话 如果你也相信我的话 就给我试一下 我相信叶总 但是 这神机笔 不能画活物啊 林不凡 刚才画了打火机 我也画一个打火机吧 三二十一开 哎 林不凡 在打火机 怎么没有变成真的呀 我就说嘛 这所谓的神经笔 它就是个玩具 林不凡 它怎么没变成真的 你怎么解释 不可能啊 你再画个数字看看 三 二 一 看 哎 林不凡 这还是不行呀 我是相信你的 但是 这是怎么回事 白鹿 我早就说了 这一切都是这个乡化老 编造的谎言 它就是想吸引你们的注意 哼 叶总 林不凡 想欺骗你们 就是不怀好意 他这个小把戏 被我们给拆穿了 叶总 我没有骗你啊 也许 这片神机笔 它是认人的 只有我才能使用 我呸 林不凡 你小说看多了吧 还认人 到这时候了 还在杀 白鹿 这种人 你要相信他吗 林不凡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叶总 要什么解释 赶紧开除他们 免得以后 获获人 你闭嘴 我们的事 咱需要一个外人来插话 林不凡 你快说话呀 林不凡 你快点解释呀 难道你真的对我们 有别的心思 才故意把打火机藏起来 骗我们呢 叶总 我没有骗你们 我说话算话的 你把笔给我 我画给你们看 小毛老 还想装神弄鬼呢 叶总都替你试过了 你这东西根本就是假的 接下来你说什么 做什么 说不准 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我们才不要相信呢 好 既然你们不信 那你们说什么 我画什么 但是前提 不能是活物 好 但是你要是骗我们 怎么办 任凭处置 好 大家都听到了 这小毛老自己说的 任凭处置 那你 画一个飞机 正好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 画飞机太复杂了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飞行员 你画出来也没用啊 我管他能不能用 让你画你就画 好 那我就画个飞机模型 三 二 一 开 开 开开个屁 怎么会这样 难道工作不够了吧 工作是满的呀 小毛老 你的飞机呢 黎不分 我看你 就是撤头撤尾的骗子 不可能 我再试试别的 我画了船 怎么回事 怎么船也画不出来了 就说了 林不凡 怎么可能有这么神奇的笔 好可惜 我还以为真的有神笔呢 林不凡 你可真是的 干嘛要骗我们呀 林不凡 你这样做实在太过费了 白鹿 跟这种蛮空谎话的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劝你们啊 还是抓紧远离他 别到时候被他欺辱 叶总 林不凡这样的骗子 你还是赶紧开除了吧 林不凡 我真的非常讨厌说谎的小人 但是你救过我们 我不能恩将仇报 所以等出了荒道 你自己辞职离开公司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笔巨款 让你生活无庸 叶总 你不要相信我 我再画给你看 行了林不凡 你别耽误时间了 林不凡 你这是画了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就是 老师你就别在那瞎大功夫了 三二一开 哎 这数字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原来 只能画这个导臣有的东西 还不能画电子产品 这就是刚才失败的原因 叶总 导臣的东西 林不凡 那你再画个行李箱试试 好 那我就画行李箱 行不了 快画行李箱 三二一开 哎 爸妈呀 这是怎么变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们看 咱们捡到的行李箱也在这 这林不凡 再让他画出行李箱 真有神经比这样的宝物 林不凡 你这神经比 从哪里得来的 这神经比 是我师妹给我的宝物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看来你没说话 现在我们相信你了 只是 你什么时候办的事啊 对啊 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过呀 好了 都别打听了 这是别人的机密 不方便告诉我们 按照组约 林不凡赢了 张云 现在该把打火机 还给我们了吧 张云 按照我们的组约 你应该叫我爸爸 现在 你该约了吧 不就是给你们个打火机吗 给你们就是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找吃的了 对对对 张主 张云 怨主服输 你不会又想赖帐吧 张云 如果你不想履约的话 我也不逼你 但是外面的篝火 也是我画出来的 你休想用 行吧 胡说八道 张少 留着青山费 不怕没签上 没了篝火 我们会不会冻死的 别 老的还不磨卖吗 张云 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还要去烧饭呢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爸爸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爸爸 哎 乖儿子 你这个儿子 我就认定了 但是你以后 可别计吃不计打 爸爸要去做饭了 儿子 你去玩去吧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没想到张少 也有今天呀 林不凡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了 好 你们走吧 别太得意 林不凡 刚刚也太帅了吧 哦对了 你的神机笔可以给我们摸摸吗 我也想摸摸看吧 随便看 哇 这就是神机笔呀 没想到这房子都是他画出来的 上两个帐篷 也是这个笔画的 太神奇了 这神笔只有你能用是吗 没错 这个笔在别人手里 没错 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啊 李不凡 你也太厉害了 我他妈竟然喊那个香巴老叫爸爸 他妈气死我们了 气死大叔 你们两个干什么都给我鬼过的 张少 我们也没想到 那个林不凡 有那个神笔在手 才弄得我们这么狼狈 要是我们能把那个神机笔偷过来 我们就能弄出那个李不凡了 对 张少 李不凡只是走了狗屎运 才得到了神机笔 只要咱们抢过来 他哪能这么嚣张 你们两个废物他妈是傻逼吗 没听到吗 这神机笔只能他能用 你偷过来干什么啊 你能用 是是是 少少这些人对 得不到 我们就回家他 这是个好主意啊 还愣着干嘛 快给我偷去了 告诉你们偷不来啊 就给我滚蛋 好了走走 我怎么去做饭 你们想吃什么 林不凡 我不挑食什么都行 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我也出去看看 白龙 饭快好了 林不凡 不好了 神机笔 刚才就放在这 现在不见了 是啊 我都找遍了 哪都没有啊 不着急 可能 是掉在什么缝隙里 慢慢找 我刚才 就放这了 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我怀疑 被什么人给拿走了 好啊 肯定又是张云他们拿走的 我去找他们要回来 等等 我们没有证据 证明说他们拿到 现在你去也没有证据啊 哎呀叶总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这种事他们干了不是一次了次了 没错 一定是他们 哎哎哎哎 怎么丢了什么东西都要怨我们呢 你说话得讲证据吧 张云 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干啊 我劝你赶紧把神机笔还给我们 就是啊 这神机笔你们偷走了也不能用 赶紧还给我们 张云 把神机笔还给我们 我们可以尽往不咎 我们 可没见你们什么笔 你们 可不能这么冤枉我们 这样你们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找啊 要是 你们能找到的话 我们立马给你们道歉 表姐 张云他们怎么这么主动啊 难道真的是我们冤枉他们呢 肯定是他们拿的 我们去找 要是你们找不到 该怎么办呢 找不到 我们跟你道歉就是 我不要你们的道歉 我张云怜香惜玉 我稀罕你们的 要是找不到 我要让这个香巴佬 跪下给我磕头 张云 是我没丢了神机笔 我没用去走 再怪林沐凡什么事 就是啊张云 我们找不到 我们跟你道歉就是了 干嘛要牵扯林沐凡啊 因为我看不惯他 上次我们已经结了仇 靠前神机笔是他的 你们说我拿走了 我就得让他给我道歉 你神经病吧 好 神机笔如果不是你们拿的 我给你们道歉 如果这神机笔就是你们偷的 不光要给我道歉 还要给我一个说法 嗯 张手 那神机笔房间里不能藏 我放到咱们烧烤的火堆里了 现在估计都烧煤了 干的漂亮 小毛老 你不是要搜啥吗 快去搜吧 我到这儿看看 你能搜出什么东西来 不过 只能是他们三个去 你不能去 你浑身散发个乡下人的臭味 我怕怕我的房间弄脏了 就说话说 哪儿不嫌负臭 你这孩子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行 小毛老 你嘴硬啊 你要是收不到 你得叫我爸爸 好 我看你也没这个机会了 那就让叶总去搜一搜 林路凡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找的 小毛老 之前屡次让你逃脱 都是因为你有神机笔 这回你没了神机笔 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就算是没有神机笔 当爸的教育儿子 也是绰绰有余 该死的小毛老 你给我等着 林不凡 你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不过我等着 看看你过一会儿 怎么跟张少叫爸的 林不凡 刚才我们找遍房间 都没有找到神机笔 怎么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是我们拿的 现在真相大白了 跪下叫爸爸 林不凡 赶紧的吧 怎么了 还等着我们 帮忙吗 等等张元 你们房间是没找到神机笔 但是你们身上 我们还没搜呢 对啊 这神机笔又不大 肯定被你们藏在身上了 对 你们住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搜过了 现在该搜你们身上了 什么 搜查我们的身上 我真的同意 叶总 你这样实在是强人所难 你看看我们外先生下 能藏什么东西啊 你们身上要是没藏 为什么不让我们搜山 就是 我看呀 就藏在你们身上 要不然 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 那我可是堂堂张家大少爷 被你们搜房间也就算了 还想检查我的身体 我堂堂张家大少的面子 我哪个 叶总 你走我和保镖就罢了 张少 就不必要了吧 我呸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 有本事就让我们搜啊 章鱼 让我们不搜身也行 你们赶快把神经笔交出来 好 你们想搜是吧 我就让你搜 不过 我只让白鹿搜 我呸 想让我表姐搜你的身 你最好收起你的花花肠子 免得像上次一样 断了你的手艺才长记性 章鱼 你休想在叶总的便宜 这不能怪我 你们不搜的 你们也不是好歹 送张少的身体 是你们的荣幸 张少说的对 神经笔又不是我们弄丢的 你们爱搜不搜 等等 不就是搜身吗 又不是干其他的事情 我来搜 表姐 张云他这是分明占你便宜 叶总 神经笔 我会找回来的 行了 都不要再说了 神经笔是你师妹的宝物 而且是我弄丢的 我有责任把它找回来 哎 这就对了嘛 来吧白鹿 快给我宽衣解带吧 我都等不及了 张云 不要用这种恶心的口气来跟我说话 自己把外套脱了 好啊 白鹿 你还是第一次 离我这么近 哎 摸摸这里 定居 张云 收起你那猥琐的嘴脸吧 再敢占我表姐便宜 打死你 张云 难道你还想试一试断手的滋味吗 嚇唬谁呢 白鹿 你搜完了吗 哼 没有 没有找到神经笔 没有找到神经笔 那他们会把神经笔藏到哪啊 我早说了 是这个香茅佬 污蔑我 现在好了 房间搜了 身上也搜了 神经笔还是没有找到 香茅佬 事实不兑现承诺 跪向他爸爸了 林不凡 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想出耳反耳吗 我林不凡 不会出耳反耳 但是张云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给我的神经笔 不然 我饶不了你 香茅佬 神经笔我们没拿 再说你也没找到 再说了 我需要你给我机会吗 你现在立马兑现承诺 跪向我爸爸 否则 我们就要动粗了 张云 我看你还是不知悔改 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看来也不用给你了 神经笔 来 你不是废物 你不是说神经笔烧掉了吗 张手 我真的牵手把神经笔 放到火堆里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云 终于承认了 看来不用我再证明 你怎么偷的我的神经笔吧 张云 果然是你偷走的 卑鄙小人 张云 你可真恶心 张云 现在我们该来算算账了 我刚才给你机会 没有珍惜 现在 我废了 我废了你的腿 找手 找手 我的怼 林不凡 我错了我错了 我再也不找你没麻烦了 我发誓 我再找你没麻烦 我就是狗 林不凡 他现在已经这样了 而且还发了誓 不如就放了他吧 对啊林不凡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好 我听你们的 还不快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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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不凡你可遵律啊 就是啊真棒 好 好